你好,我是约翰·毕威尔 非常荣幸能与你分享 神在2015年5月31日对我说 神说,我儿,你以忠心地把资源带进英语世界 现在,我想你把我交托给你的资源 传给全球牧者、领袖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直到我们开展了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向牧者和领袖们 共分发超过一千万套教材 让世界各地牧者能以自己的语言运用 分发这些教材的目的 就是完成耶稣的吩咐 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凡他所吩咐我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领袖们,我对你们有真实的热情 我欣赏你们所做的 也知道你们的付出 知道你们付出的时间 也知道你们渴慕神的话语 所以我鼓励你们这么做 阅读你手上的资料 先自行研读 你会发现一个叫 cloudlibrary.org的网站 你可以去这个云端资源库 免费下载所属语言的全部数据 这是我们希望你去做的 招聚你带领的人 可能是教会或神学院 请他们登入 cloudlibrary.org 下载所有资源 以小组形式 一同研习 我们若能建立稳健的教会 就能改变小区 我们若能建立稳健的教会 小区里的人 就不会跌入永远的毁灭 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 包括你的小区和地区 谨记 以创意的方式来研习 甚至可颁奖状 可以完成课程的人 告诉他们 已从课程毕业 帮助他们在认识神的路上 成长 使他们可目更深认识神 他们若改变自己的影响圈 你的小区就能更快地改变 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爱你 享受这些资源吧 欢迎来到《被永恒测动》 这将是一次精彩的研习 这满有圣灵的同在 也充满神永恒的话语 是很奇妙的 这本书对我的生命 有深远的影响 程度远超任何一本 我所写的书 相信这本书也会深深影响你 谈论永恒为什么如此重要 现在我就告诉你 圣经说 永恒的审判和奖赏 是耶稣基督的基本教义 就像小学里的基本课程 我们学习读写算术 你能想象自己 不会读写算术 而继续升班到高中吗 可是很多基督徒 正在建立自己的生命 却不认识永恒的奖赏和审判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甚至向神呼喊 神啊 怎样才能与人分享这些 他说 讲故事吧 所以就诞生了 八十页的阿法宝故事 你要去读 或去听 这个故事 另外 读这本书 也是很重要的 整个研习只有六节 每节三十分钟的课 但写这本书 却花了我最多时间 写了超过四百个小时 这本书的内容 非常丰富 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改变你 让我们开始研习 进入这个 让生命得改变的真理 被永恒策动 欢迎来到 被永恒策动 我很兴奋 这里有来自各地的朋友 有来自加拿大和香港 还有科罗拉多各处 一同来讨论这个重要题目 被永恒策动 我记得当神 吩咐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已经写了十九本书 没有一本书像 被永恒策动 一样地影响我 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年了 现在的是十周年的纪念版 我们从未收到过 这么多生命得改变的见证 一切都由一个研习开始 为什么要谈论永恒 为什么要花时间 也许你想 我每天都已经有 许多事要做 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永恒的事业 你就不会这样 我到各地去 并且遇见许多基督徒 他们只拥有八十到九十年的事业 如果你只有八十到九十年的事业 你的决定会不一样 你的看法会不一样 你不能忍耐那些 只有带着永恒事业 才能忍耐的事情 因此作为信徒 我们不能只看自己有八十到九十年的生命 我们要有永恒的事业 首先我们就要谈谈永恒 被永恒策动 让我们谈谈永恒 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非常精彩的经文 TLB版《生活圣经》说 没有人能明白永恒 我默想这经文的时候 心想 不如去查一下字典吧 如果没有人能明白永恒 那么字典怎么会谈及永恒呢 这很奇妙 我看了几本字典 以下两本都是非常有名的 第一本说 无尽的时间 第二本说 在时间以外的状态 我不禁举起手来问 怎么我们都不曾提出质疑 如果有两本科学书 一本说 鱼是活在路上的脊椎生物 另一本说 鱼是活在水里的脊椎生物 你会说我们要研究一下 然后把其中不对的一本扔掉 对吗 为何我们没有这么做 因为没有人能明白永恒 让我来证明 我们试着想象一件无限的事物 我们的头脑 无法理解 无限 哪里是宇宙的尽头 告诉我 它在哪里 那里有墙体吗 那墙体用什么来做的 墙体的另一端 就是宇宙的尽头吗 也许墙体的另一端 就什么都没有 那才应是宇宙的尽头 是吗 你不能想象宇宙的尽头 是用头脑来思想神 想一想神 没有开始 没有谁生他出来 他无父母 无开始 诗篇九十章二节说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我们怎么能明白 我们无法用头脑去理解 但奇妙的是 我们头脑所不明白的 神却安放在我们心里 正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 神将永恒安置在我们心里 这就是奇妙之处 因此 诗篇十四章一节说 渔丸人心里说 没有神 圣经不是说 渔丸人在头脑说这话 请留心听我说 那些无神论者 有些无神论者心里里 其实是相信有神的存在 我和丽莎有个朋友 她现在已和主在一起了 但多年前 她是俄克拉赫马州的 顶尖外科医生 也是个非常非常固执的 无神论者 如果有人向她做见证 她会跺脚丢掉他们的圣经 后来她的身体出毛病了 她是个医生 所以知道这问题大了 她返回老家 请了医生朋友为她开刀 他们打开后 又马上缝起来 她醒后对她说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办 就赶紧去办 你只剩下24小时生命 她说是她亲口说的 当晚我睡着了 在梦里想 我要去那房子 但不是这房子 难道这不是很奇妙吗 那天晚上 她经历了两次死亡 她描述了自己去地狱的经历 我暂不详细说 其实她被抢救了两次 第二天 其中一个医生朋友 来为她祷告 让她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 她朋友问 你想她医治你吗 她说天哪 当然 她三星期后离开医院 在活了许多个年头 在世界各地见证住 于婉人在心里说 没有神 因为她在否认 神放置在她心里的 没有借口 我会在下一刻告诉你 让我们定义永恒 最好的做法就是 直接读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是通过许多小事 是默想和祷告所写的 我就直接把内容读出来了 永恒是永续的 在她并没有尽头 可是她不仅是无尽的时间 因为她不受时间所限 相反 时间受她所限 若只是说永恒 是一段永远不断的延续 我们就错过了完整的图画了 如果要得到对永恒的最佳理解 我们就要注视神自己 他的能力 知识 理解 或荣耀都是无穷尽的 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祂是自有的 从永远到永远 祂是神 祂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被称为永在的父 杨世纸一本 把这一句翻译为永恒的父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 祂又被称为永恒的王 永恒只能在祂里面找到 永恒就在祂里面 凡在祂以外的 都是暂时的 会改变的 不管那看起来有多好 多高尚 多有能力 多长久 最终都会止息 神说的话是永恒的 祂不撒谎 祂的话也不落空 因此 没有什么能改变祂的话语 和永恒 想一想 神的一切都是永恒的 包括祂的审判 在今天的社会中 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 我们的判断和法律 常常都在改变 几星期前 我在网上 看见一个52岁的男人 自我鉴定为一个6岁女孩 他穿着漂亮的小裙子 绑着马尾辫子 抱着大娃娃 抛弃弃子 与那些像父母一样的 养育他的人同住 他像6岁女孩一样 喜欢开拖拉机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没人敢说句话 为什么还要在电视上访问他 20年后会怎样呢 他会是个26岁的女孩子吗 他会如何融入社会 我看了另一个纪录片 是个大型电视访问 说一个男人 自我鉴定为一条狗 他打开狗粮罐头 倒进碗里 屈下四肢 趴下来 然后开始吃 我读了一个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报告 那真令人惊讶 这人去访问学生 说如果我说我是华人 你怎么说 他们说 那真棒 很酷啊 然后他又去找其他人问 如果我说我是两米高的华人 你怎么说 他们说 那很酷 很棒 他又去找另一人 说 如果我是个两米高的华人女生 你怎么说 哦 他看着他说 那很棒 我现在想 20年前的同一场景 我们会怀着怜悯对他说 你需要心理咨询 我们会对这个穿裙子 举止像六岁女孩的男人 这样说 对吗 但到了今天 我们失去了一贯的判断 或标准 神的法则并不是这样 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因此 他的话语不会改变 今天 许多人都站在永恒之外 建立自己的生命 那么 当我们站在他面前 接受审判时 该怎么办呢 你会说 约翰 少来这一套了 真的有审判吗 这不是好莱坞的把戏吗 他们捏造来吓唬人的 不 神真的会在指定的日期 通过耶稣基督审判 全世界 初代教会 常常提到这一点 看一看 《使徒行传》十七章 神吩咐全世界的人 都要从最终悔改归向他 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 要借着他所指派的这个人 按公义审判世界 神既然使这个人 从死人中复活 便向所有人 证明了他的身份 你会说 如果谈到审判 这很吓人啊 让我描述 使徒保罗在这里做的 他正在向一个叫 斐利斯的人 和他太太 普希拉传道 这不是个普通的人 他是个总督 他是个重要人物 审判庭里也坐满了 其他位高权重的人 看看保罗传讲些什么 要记得这总督 还未得救 经文说 保罗已跟他们谈论到 公义 自治 和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就害怕起来说 你现在先回去吧 我有空再叫你来 他被吓到了 让我告诉你 有些恐惧是不健康的 有些是健康的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 曾上过连续两天 关于毒品的课 告诉我们迷幻药 和海洛因的影响 这是我产生了健康的恐惧 因为这份健康的恐惧 即使在我得救前 是个爱参加派对的男生 都没有接触过毒品 你将会发现 当神和初代教会 向我们谈及审判日的时候 那没有带来不健康的恐惧 而是健康的恐惧 这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今天我们谈得不够 可以说阿门吗 现在我想去看看 这次研习的基础经文 这是全本书的基础 经文在希伯来书六章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所以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永远的审判是基础 或基本的教义 你在小学里 学了些什么呢 就是为接受晋升教育 而设的基础教育 你学会了读书 学会了写字 学会了加数 学会了减数 对吗 你能想象一个人 不会读书 写字和散述 却接受高中 或本科教育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不懂主的基本原则 或教导 就是永远的审判 却试图建立 健康的基督徒生命吗 神说 这是基础 所以我的问题是 为何不多谈这课题 如果你认为我有热心 那是因为 我一直为这 好几个星期 祷告寻求神 我希望看见 今天的教会 恢复初代教会的水平 我们谈到那个时候 因为有些人 被唤醒了 神把永恒 放在我们心里 他们的讲道 唤醒别人 你们明白吗 可以说阿们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在这里 我们看见永远的审判 来说永远的审判 问题是 当人听见审判 他们回想起的就是控诉 那么好吧 让我们先不谈这一点 审判的希腊文 是 Krimah 这个字的基本定义 就是决定 以下是我根据一些字典 所研究出来的尝试 根据调查而做出的决定 去分别 做决定 然后分别 分辨好与坏 这是这个字的意思 回到希伯来书六章 这样读看起来会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 尽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那么 这告诉我们什么 在所定的那天 当耶稣基督 审判人类和世界时 他会做决定 不论你是否得救 他会逐一调查 我们的生命 到时候会有两种审判 我们现在来讨论 有位信徒儿世的审判 也有位那些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人的审判 审判的时候 他会调查我们的生命 并根据调查结果 做决定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是永远的决定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决定永远不会改变 再不会有任何修改或修订 它们永远有效 这真厉害 可以说阿们吗 下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决定根据什么标准 难道我们不应该知道这一点吗 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呢 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说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这里说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我们已经知道审判会是怎么样 不会有新的启示 不会有新的道理 因为他已经说过了 我们已经知道 那坐在审判座的准则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很兴奋 耶稣所谈到的末日审判 除了在《使徒行传》十七章 也有在其他经文出现 雅各也确认了 雅各确认了耶稣的话 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他如何自我验证 有两个方法 经文和得自由的律法 那是新约圣经自我验证的方法 看看雅各怎么说 记住这是给信徒的 要记着 你们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 将来都要按照 那使你们得自由的 律法 受审判 因此我们知道了准则 也不会有任何例外 因为我明白到 当耶稣说 要这样 要那样做 人们说 耶稣真的要这样做吗 但我认为的是 神的话语就是准则 可以说阿们吗 许多人 无论是信徒与非信徒 都无知地任由这一天临到 却没有事先预备 让我举一个圣灵告诉我的例子 几年前 科罗拉多州政府让大麻合法化 这里现在有许多药店在卖 对吗 假设有个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人 突然去新加坡 他很兴奋 因为从未去过 但我去过新加坡12次了 我知道 如果偷运毒品进新加坡 你要面对的 绞刑 或其他方式的死刑 就是处决 这个来自科罗拉多的人 心想 我要在新加坡认识新朋友 所以他在箱子里放了一些 在科罗拉多州药店买到的大麻 然后飞到新加坡 他很兴奋 他碰见一些人 然后说朋友 让我来与你分享 这会让你爽感不停 令你有飘忽的感觉 突然他被抓了 并关了起来 他心想 天哪 怎么了 然后他被带到新加坡的法官面前 法官怎么判决呢 死刑 那人说 等一下 什么意思 死刑 死刑 我做什么了 你带了超过一定数量的毒品 到我国来 那有什么问题吗 那有什么问题 那违反了我们的法律 这在我的国家是不犯法的 我在科罗拉多州的药店买的 在这里 你国家的法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你要明白 天上有一个国 天国的法律与方式 不一定适用于地上 地上就好比科罗拉多州 天国就好比新加坡 你明白这个例子的意思吗 我们真的希望 像这例子一样 你想如何面对 你希望在恐惧和无知下 你或希望认识一位慈爱的神 为了我们牺牲在十字架 你想知道他的话语 你或希望无知的恐惧 这是你的选择 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我希望知道 因为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 可以说阿们吗 情况是这样的 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天 我们应该要说阿们 我怎么知道 因为他通过自由的律法告诉了我们 看看使徒约翰怎么说 我们活在神里面 我们的爱 大家说爱 就得以成长 变得更加完全 到了审判的那一天 我们就能够满有胆量地面对神 我爱这经文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 是像耶稣那样生活的 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完全 我们就能在审判的那天满有胆量 为什么呢 看这经文 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 凡遵守主话语 完全遵心他信息的 神的爱和对神的爱 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不真正明白何谓爱 最近我祷告时 圣灵对我说 我儿 教会里 许多人对爱 都只有非常表面的认识 让我解释我的意思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而他不懂分辨男女 现在有些更年长的孩子 都不能分辨 无论如何 你可以对那孩子说 一个男人 是有两只手 两条腿 一双眼睛 一个鼻子 两只耳朵 和头发 那孩子就能轻松地 走到一个人面前 说那是男人 但那不是男人 而是女人 我们没有把 基本的区别告诉孩子 我们只把表面地告诉他 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说爱是恩慈 世界的爱也是恩慈 我们说爱是忍耐 世界的爱也是忍耐 爱是不张狂 不自夸 世界的爱也不张狂 我们会骂人 是个自大狂 我们甚至不喜欢 那些表现狂妄的运动员 但我们却没有明确说出 世界的爱 及希腊文 和神的爱的区别 听好了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吗 因为神赐下恩典 使我们有能力 遵从他的话 这不令人兴奋吗 我说你不兴奋吗 关键是 要知道王的期望 并靠着恩典的能力 来遵从他 你知道吗 如果我在限速 一百公里的路段 开到时速一百三十公里 我就不再坦然无惧了 我会到处看 有没有交警 但如果我在限速内开车 我就可以坦然无惧了 不会担心被抓 或开罚单 对吗 明白吗 你有在听吗 关键就是要知道 期望是什么 所以花时间 在他的话语里 是重要的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阿们 你将会明白 将会有多余一个审判 我只会谈到两个 对世界的审判 对信徒的审判 就连对天使也有审判 信徒也会参与在其中 圣经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 是这样的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九章二十六节至二十七节说 我每一步都朝着目标奔跑 而是像运动员那样 锻炼自己的身体 训练他去做该做的事 不然恐怕我把福音传给他人 自己倒被淘汰了 你知道保罗想说什么吗 他说 我带着目标去跑 他说 我是被永恒策动的 如果你看策动的定义 就是推动的意思 意思是指引 控制 指导 或提供动力 当我们明白永恒 当我们明白并记得 一切都在他的话语里 他的话是永恒的 他说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当我们明白 又掌握他的话语 就像在限速内开车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有着平安喜乐和满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大君王喜悦我们 行在他的法则里 可以说阿们吗 这是我要问你的 什么正引导或驱动 你在地上的生活 是永恒 你或还是我们的文化思想 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吗 是以属天智慧为基础 还是人们相互比较 是以传统为基础吗 或以假设为基础 甚至以传说为基础 我们生命的基础 经得起审判座的考验吗 让我告诉你 每一位参与着研习的人 我问神 我可如何向这个时代 传递信息 主清楚地对我说 做我所做的 说故事 从故事来说明审判座 所以神赐下了这故事 大概八十页的故事 包含在 《被永恒策动》这书内 故事名叫阿法宝 在故事里 已有人读过或听过这故事 我们去了好莱坞制作 这故事展现了 基督的审判座和白色大宝座 请在下一课前 到云端资源库 Cloud Library 听这故事 下一课见 第一课谈及永恒 被永恒策动 这样的话 我们的决策就不一样 我们能忍耐 本来不能忍耐 我们看事情的目光 也不再一样 事实是这样的 当神的爱 在我们生命中完全 我们就能在审判的那天 满有胆量 什么是神的爱 不只是恩赐 不自夸 而是遵行他的诫命 重点来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话 怎么能遵行他的诫命呢 听完第一课后 我想鼓励你采取行动 去看圣经 但不要独自去读 要与圣灵同读 他是教师 他会写明神的话 让你看见他的话 在这星期 可如何应用 因为你今天的决定 会影响你如何度过永恒 欢迎来到第二课 下面这两节课的内容 比较难一些 我不断地在祷告和思考 希望不会哭着教完这两课 希望你能从这两课中 听见神的心声 这信息给我很大挣扎 特别是在写阿法宝这广播剧的时候 整个主日的时间 我都在分享 讲了三四场道 我当时正从东岸 飞回科罗拉多的航班上 我在写关于被弃绝的孤独之地 也就是地狱的比喻 令我很震撼的是 回到家直到午夜 都没有睡着 经过一天讲道 与舟车劳顿 一般不到十五秒 我就睡着了 但我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小时 想着有人将会在 比孤独之地 恐怖得多的地方里度过永恒 就非常的忧心 而且耶稣说 到那里去的不是少数人 而是大多数人 让我告诉你 耶稣在哪里说这话 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这句的原文意思是 指大多数或大部分人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我躺着 但睡不着 虽然累透了 但是仍然睡不着 然后我记起 有次在南非的监狱 讲道 我被邀请去南非 一家高设防监狱 讲道 里面的人都判了 无期徒刑 我还记得走进去的时候 有种彻底绝望的氛围 我甚至无法描述 他们的脸 你能从他们脸上 看见那份绝望 有少数人已经信主 但那是另一回事 但他们知道 自己永远不能出去 我记得他们睡觉的地方 墙上粘着保险套 双层床都排得密密麻麻的 我想这些人 永远出不去了 但他们会想 有天我死了 就能出去了 可是地狱里的人 不能这么想 那里是永久的 是永远的 耶稣常谈及地狱 他不认为谈这课题 是缺乏怜悯的表现 他讲论地狱 比天堂还要多 我想起 十九世纪 英国 最伟大的牧师 莱尔 听他怎么说 他说 你可以认为 谈地狱是没品味 而粉饰太平 用平安的安眠曲 来安慰人 才是爱 但这些说法 能使我得自由吗 我对爱的观念 是清楚地向人 发出警示 宣告所有神的劝勉 如果我对地狱 绝口不提 那就是 私自留起了有意的话 是魔鬼的同谋 地狱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比喻 圣经里对这个地方 有几个称呼 一个是阴间 这是来自旧约圣经的称呼 在新约圣经 较常见的是阴间 坟墓 地狱和火湖 我想向你 读出整篇 耶稣的叙述 来跟你详细探讨 耶稣在路加福音说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月 看看这里 耶稣的比喻里 从未提过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所以这不是比喻 我会在以下数节证明 这是真实的故事 又有一个讨犯的名叫 拉萨路 耶稣从未为比喻里的人 起名字的 他浑身生疮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我们再看看这里 一个浑身生疮的乞丐 躺在一个财主家门 那财主穿着紫色袍 如果你当时穿紫色袍 你就是非常富有了 耶稣没有说富有 是个问题 他刚服侍一个社区里 最有钱的人 名叫萨该 他说我要去你家吃晚饭 因此这人的富有 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他家门前 每天都有一个乞丐躺着 但他却完全无视 那才是问题 他浑身生疮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 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并且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那逃犯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 亚巴拉罕的怀里 在信徒离世 家人陪伴在侧的 口述记录里 有许多都谈到天使到来 引信徒回天家 我有一个挚友的母亲 刚离世 她住佛罗里达州 当时她在床上躺着 状况很差 她突然盯着墙看 很清醒地说 看那两个人 她的女儿 嫁了给著名摇滚明星 她说 妈妈 什么人 她妈妈说 那两个俊男 向我这边来着 然后就断气了 还有一个 很好的牧师的儿子告诉我 当她爸爸离开时 房内出现了 两个装饰整齐的天使 这也发生在拉撒路身上 她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要记得 我会向你们证明 这财主是个犹太人 犹太人传统认为 好好地去埋葬一个人 是对死者的一份尊荣 换句话说 因为你活得尊荣 我们也让你尊荣地 离开世界 财主被风光大葬 但拉撒路什么都没有 我们继续读下去 那财主在阴间受痛苦 注意痛苦一词 这里是指多于一种痛苦 其他一本说 是极大的痛苦 或折磨 我希望你了解 思想痛苦这个字 他在阴间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亚伯拉罕的怀抱 是旧约已睡圣徒停留的地方 他们停留在那里 等候耶稣成为无瑕疵的羔羊 以至能引领他们 还记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吗 记得那些圣徒的坟墓吗 他们从坟墓出来 进了圣城向人显现 是因为耶稣还没去 父那里去 他还没把自己的血带到施恩座 所以那些圣徒无处可去 他们飘荡了几天 直到耶稣把血带到施恩座 听起来很难想象 对吗 财主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这告诉我们 他是个犹太人 因为他称亚伯拉罕 为我祖 如果他是斐利士 或其他民族 就不会喊 我祖亚伯拉罕了 他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爸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这句话很丰富 要记得在地狱里的人 都是真实的 耶稣曾这么说 他说 身体和灵魂 都在地狱里毁坏 在地狱里的人 还是人 他们 人能思考 人有情感 人有意志 人有身体特征 你看财主提到了 自己的手指 又弹到自己的舌头 是还有感觉的 这人能看见 先祖亚伯拉罕 听见亚伯拉罕回话 感受痛楚 他真的希望能 凉凉舌头 我有个朋友 在地狱待了23分钟 是耶稣带他去的 他是个加州的商人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这是一本好书 我只看了两章 就完全崩溃了 说我看够了 他这样写道 在地狱里 除了恐惧 恐怖外 我首先感受到的 就是口渴 我想找东西喝 但什么都找不到 他接着说 在地狱里 好像没有空气 他说 在地狱里 我是这样呼吸的 他说那里很热 而且恶臭连连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 你生前想过福 拉萨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看见吗 受痛苦 这次出现第三次了 然后呢 不单这样 这话是想表达 神被动的参与 这里没有提到神的名 但其实暗示了神的参与 不单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换句话说 是神涉了这深渊 我稍后会再解释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接着财主说 我祖啊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 拉萨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 这痛苦的地方 我们先读到这里 要留意 这财主的性情 并没改变 他叫亚巴拉罕 打发拉萨路来 用指头尖 蘸点水 凉凉他的舌头 他使拉萨路为仆人 他叫亚巴拉罕 打发拉萨路 到他家去 有些事情 是人们不明白的 若没有耶稣基督 救赎的恩典 人生命中的阴暗面 会在地狱延续 如果你在地上有毒瘾 在地狱里 人会有毒瘾 但却没有 缘解办法 在地上有毒瘾的 可以缘解 吸毒就可以了 在地上有酒瘾的 可以缘解 来一瓶二锅头 或分酒就可以了 但在地狱 引头没有缘解的办法 而且感官会更敏锐 发作时会剧烈 无数倍 这是其中一种痛苦 同样 这人的性情 也没改变 他在寻求怜悯 这些人 似乎永远不会明白 他们是不可能出去的 他们觉得人有希望 希望有逃脱的方法 如果你看经文 亚伯拉罕说 回想你生前 他提醒财主的生前 你会看见财主叫人去他的父家 派拉萨落去他父家 在地狱里 是还有记忆的 我想这是最大的痛苦之一 他们会记得有人向自己传福音 记得永恒曾在他们心里喊着说 有一位神 但他们拒绝去寻求 因为就算有神 他们也不想服侍他 你明白吗 让我们继续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 不是的 若有一个人 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但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的 亚伯拉罕说出了 非常有力的真理 神的话语 会把信心注入我们心中 超自然的精力 会有帮助 但却不会注入信心 亚伯拉罕向他点出话语 是神的话语 你听过 同病相连 这成语吗 这成语在地狱是不适用的 为什么财主会叫亚伯拉罕 派拉罕路去找他的弟兄 也许你认为他希望自己的弟兄 到地狱里与他作伴 那里根本没有办 我接触过那些 曾去过地狱的人都说 那里只有绝对孤独 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多年前 我和丽莎在一家大教会的牧师家中做客 我们是朋友 他是个好人 但在那晚之前 我们从未听他分享过这个故事 他说 约翰和丽莎 我父母在教会中把我带大 我会去教会 但却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 他说 我们住在热带地方 一天 我和弟弟在玩 当时是雨季 我们掉进一个用来施工满了一半水的坑里 那是个又深又大的坑 施工用的 他说 我弟弟会游泳 但我不会 他说 我爬不出来 他说 我弟弟爬出去 然后跑去找救兵 他说 我死去了半个小时 他说 我离开了身体 快速往下坠 那些我所知道去过地狱的人 都是我认识的 我不想听陌生人讲这样的见证 我想先确定他的信仰生命 这人的信仰生命非常稳固 他说 约翰 我正在下坠 而且不断加速 他又说 那黑暗越来越深 如果我这样打手势 是看不见的 那里黑得好像我穿上了黑暗一样 他说 我越是往下坠 就越是害怕 我以为不可能更害怕了 直到我再往下掉 他说 我开始听见尖叫声 约翰 丽莎 有些尖叫声是普通的 有些却会让你毛骨悚然的 我听见的是这样的尖叫声 他说 我来到这地方的入口 看见一头长满鳞片的生物 以赛亚书说 银尖就是一力震动来迎接你的 他把我抓住 拉我进去 然后有声音说 让他走 那生物回答说 不 它是我的 那声音说 让他走 它是我的 他说 我上来时 人在身体以外 看见医生为我抢救 他说 突然间 我回到自己的身体 我还咬医生的手指 他说 约翰 那是个真实的地方 我们可以逃避真实的地狱 奔向真正的天堂 可以说阿门吗 这才不过是短暂停留的地方 你要知道 这还不是永远的地狱 启示录二十章说 请你看这一句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经文中 这白色大宝座 是审判未信者的 就是那些拒绝把生命 交托耶稣基督的人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宇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暗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要凭着 这些暗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 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 永久的火壶 我和丽莎有另一个朋友 他们四代都是牧者 她的曾曾祖母住在希腊 家人都拜偶像 她在阁楼寻求神的时候 看见加略山的异象 她希望知道谁是真神 在她看见加略山前 她看见人山人海 他们痛苦地尖叫着 咒骂神 她说 有一只手把她推进 推她进口中描述的那峡谷 她听见有声音说 你属于这里 你属于这里 忽然间 她听见美妙的声音 看见耶稣在石架上 流着血说 但我是为了你而做的 她得救了 后来她家人因为她信了主 就想杀她 但她却奇妙地被救出来 这故事在书中有记载 第二次的死是很严重的 有些人错误地教导说 有一天一切会终结 但我要告诉你 永不会完结 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说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看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艺人要往永生里去 是永远的 要记得 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耶稣称这行靶为永行 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 耶稣说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如果那里虫是不死的 就肯定有肉可吃 一个曾去过地狱的人 告诉我一件事 他看着我说 约翰 我晚上都要开灯睡觉 他是个信徒 他说 耶稣带他到地狱去看 他说 那经历以后 有两个月 我都要开灯睡觉 最可怕的是 看见那里的人的皮肉 真的被烧掉 然后又长出来 他们都待在坑里 那些虫就一直吞噬它们 那是个很真实的地方 你要记住 地狱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刚才我所谈的 火狐 地狱 阴间 都不是为人类而设的 看耶稣怎么说 他说 离开我 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勇火里去 地狱和火狐 都是为魔鬼预备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本是被高利的基禄伯 但却被查出不意 那时还没有试探者 他在没有被试探的情况下 叛逆神 所以神为他和堕落天使 创造了地狱 圣经说 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堕落了 地狱是为他们而设的 但是当神创造人 把他安放在地上 蛇雀蒙蔽下蛙 让亚当叛逆神 他们把自己交在 没有怜悯的主人手中 就是路西弗 因为神把地赐给了人 人是属于神的 但当人背逆神 就把自己交给了路西弗 所以他被称为 这世界的神 又被称为黑暗之子 当耶稣降临 记得他才是神 神曾把地赐给人 他说我不能以神的身份 到地上来释放他们 否则我的话就落空 而我也不是神了 因为神的话是不能落空的 你明白吗 我用简化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 神说我有个计划 我会找一个既是百分百的神 又是百分百的人灵道 一人把人类交给了撒旦 但这人却要领人类出来 你明白吗 所以耶稣说 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然后你总会听到 有人会说 等等 等一下 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 又如何呢 我告诉你 我到世界各地去 你不会相信有那么多人 在异乡中看见耶稣 特别在中东和马来西亚 在这些穆斯林国家里 人们呼喊说 谁才是真神 所以神就彰显他自己 罗马书说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 显明叫人无可推诿 那只是人拒绝把生命 交给耶稣的借口 对吗 神的事情 原显明在每个人心里 永恒也显明在每个人心里 也许有人会说 你吓唬我吗 我让你去看 牧者很少讲论的一段经文 看看犹大书22、23节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 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打救他们 有天晚上 我和丽莎 与一个非常有名的摇滚巨星 和他太太吃饭 他在1992年得救 在70年代末 80年代初 他是世界顶尖的摇滚巨星 我们两对夫妇吃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晚饭 他看着我说 约翰 拯救我的并不是神的爱 他说 但别误会我 从我成为基督徒后 我就爱神 我很爱耶稣 他说 但拯救我的不是神的爱 神的爱不能触动我 其实是对神的敬畏 有次表演后 我躺着 突然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迈向永远的地狱 于是我开始寻求神 最后得救了 记得我跟你说我对毒品的看法吗 这让我有一份正面的恐惧 这是正面的恐惧 耶稣是否也因此而讲论地狱 因为他希望人们拥有正面的恐惧 他不想他们不知道 美国史上其中最著名的讲道 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 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 他在1741年7月8日 在康略狄根州恩菲尔德镇读出这个信息 他先写下 然后读出 当他读到这一句 罪人啊 你们要想到你们所面临的危险 何等可怕 因为他正生动地描述了地狱 惠众就开始尖叫 悔改相声呼喊 他那次未能讲完整个信息 他开始复制这信息 发到各地去 人们开始传阅 并有人说 这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果你仰望神 神会让你有正面的恐惧 所以神容让这一直延续到永恒 因为我将要读出一些令你震惊的经文 其实已经显示出来了 以赛亚书66章说 我的新天新地 你要知道神在谈新天新地 知道吗 那时 他要用火来烧毁大地 他要把神的城搬到地上来 那里不单有像耶稣一样拥有复活身体的人 也有自然的身体 你可以在圣经里读到这部分 让我告诉你 神原来的计划 不会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而废掉 他原本创造亚当夏娃 是让他们永远活着 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 他们会像亚当夏娃一样永远活着 但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 像耶稣一样 两者如何互动 很简单 耶稣如何与门徒互动 他与他们吃了三次饭 他会显现 他会浮在空中 他可以与他们互动的 对吗 神说 他的新天新地会长存 每个星期 所有城内的人都来敬拜我 这城长宽都是2200公里 每个礼拜 每个月份 全地的人都要来敬拜我 他们出去的时候 必看见背叛我的人 沉湿在外 因为吞噬他们的虫永远不死 焚烧他们的火永远不灭 路过的人看到他们都 必感到深感痛觉 这是否就是神的智慧 路西弗在没有试探的情况下犯罪 神就说 因我的怜悯 我会为所有在地上的人 留着一份正面的恐惧 当看见背叛神的可怕结果时 他们就会制止自己 不去背叛他 让我告诉你 我认为如果我们 更多传讲这课题 就可以有着一个更认真 更有目标的教会 现在我正看着你 也许你坐在这里 观看着 你满心畏惧 恐惧占惊 恐惧可分为正面与负面的 让我告诉你 神没有生你的气 祂没有对你怀怒 祂爱你爱到愿意为你死 让你不需要永远 待在那可怕的地方 那就是地狱 你会问 约翰 我该如何在你所说的 那个审判日逃避控诉 只要完完全全地把生命 交在耶稣基督的主权 和王权之下 当你把生命献给耶稣 意思是 你会说 耶稣我完全属于你 我的生命是你的 那么 祂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祂所流的血 就与你有份 当车子打开 显明你一切的失败时 耶稣就会说 但父神 我的血 复辟了这一切 你会被饶恕 你是神的儿女 你会与他一起共度永恒 他不但饶恕了你 而且愿意赐给你 他的性情 让你不再成为 罪的奴仆 如果你说 约翰 我从来没有把生命 交在耶稣的主权下 我现在可以带领你祷告 请你低下头 闭上眼 跟着我祷告说 天上的神 请跟我说 天上的神 请饶恕我 脱离我的创造主 就是脱离你而活 但今天 我把我的身心灵 我的一切 我的所有 全献给你 耶稣基督 谢谢你耶稣 成为我的主和救助 感谢你现在 把我从黑暗的全世 拯救出来 进入你的国度 我是你的孩子 现在我拥有你的性情 我被饶恕了 我会与你一同度过永恒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所成就的一切 下一课 我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一刻 但是好的 有时候 硬邦邦的道理 对我们有益 你要思想 地狱不是为人来预备的 根据马太福音25章41节 那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 只是魔鬼要把人拉到地狱去 耶稣降临 并且牺牲 为了让没有人会失丧 没有人会永远地被火烧 被虫咬 试想想在地上最糟糕的状况 就是关在最深沉 最黑暗的地牢 监狱 我们一起思考一会 地狱比这些要可怕得多 至于我们能影响的世界 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视身边的人 不相信耶稣 为理所当然 要让他们有渴慕的心 去听那好消息 就是他们的创造主来 是为了拯救他们 不是想定他们的罪 送他们去地狱 他来拯救我们 替我们受刑罚 不要视落地狱 为理所当然 这信息对我们 和我们周遭的人 都很重要 欢迎来到 被永恒策动第三课 上一课真的很沉重 对吗 可是 我宁有正面的恐惧 和理解 以避开麻烦 如果有人正走向悬崖 你会尝试教导他 别走过去吗 他被蒙蔽了 而你不会劝说 你知道吗 这风景更美 走过来吧 你会说 停步 而且会严厉 迫切地说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很爱 可以靠着得救 这句话 可以说阿门吗 情况是这样的 人们常说 一个慈爱的神 怎可能把人送去地狱 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耶稣 神怎可这么做 经文说 自从世界被创造出来 借着神所造的万物 人可清楚地看见 神那看不见的特性 也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借口说 不认识神 这意味着什么 是没有借口的 正如我上一课说 我遇见那些在中东和马来西亚的人 因他们向神呼求 耶稣就向他们显现 我曾在印尼一家 有十四万信徒的教会讲道 超过七万人 以前都是穆斯林 我去过那教会三次 我问那教会的童工 你是如何得救的 他看着我说 我曾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每个星期五都去清真寺 他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他说 当时我在家里的密室 换句话说 那里是没有窗的 因为他的房子很大 那密室是他的办公室 只有一扇门 他说 那是我的办公室 当时我正在埋头工作 突然我感觉有人在这里 他说 我慢慢抬头 有一个穿着紫袍的人 张开手说 看我的手 我是耶稣 然后他就在我眼前消失了 他说 于是我开始寻求 最后得救 现在他是这家大教会的童工 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借口的 如果有人说 我真的想知道谁是神 神会向他们启示耶稣 可以说阿们吗 但我今天想谈及一群人 我会谈到不同种类 落入火壶的人 但我真正想谈的是那些被蒙蔽的人 他们以为自己会上天堂 结果却上不了的那些人 在1980年代末 我看过一个令我非常困扰的意象 你知道圣经里谈及不同类型的意象 有一些是亲眼看见的意象 是你亲力其境 真的能看见的 也有一些是在灵里看见的意象 我看见一个没有尽头的人海 我真的无法看见群众的尽头的 他们来到天堂的门前 我身后就是天堂的门 耶稣站在我和门之间 这些人全部都称他为主 每一个都期待着他说 进入神的国吧 而我却从身后听见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离开我去吧 在那个意象里 神让我经历他们脸上的恐惧和痛苦 他们听见这话时 震惊得难以置信 就在那里 神将一份热心放在我里面 不单是对世上那些失丧的人 也是对教会里失丧的人 我想让你看看一些出自耶稣的话 他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这里的我就是耶稣 说这话的人是他 不是穆罕默德或佛陀 是耶稣说的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我想指出一些重点 首先 这些人称他为主 他说两次 主啊 在圣经里反写了两次的 就是要强调的意思 就像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假如你在那房里 耶稣就会对你能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 他带着热情说 这话不但要强调 也传递了情感 在撒摩尔记下 十九章四节 大卫王大声呼喊 他大声呼喊说 我儿压杀龙啊 压杀龙我儿 我儿啊 这里写了两次 不但要强调 也传递了情感 耶稣继续说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这话是有情感的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他们情感投入 相信福音的教导 而且传扬福音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因此 他们是有参与服侍的 来反思一下 他们相信福音 情感投入 你明白吗 他们传道 参与服侍 但却会听见耶稣说 离开我去吧 等一下 我们以为基督徒就是这样 但显然 这四点 并不能让人成为基督徒 我可以肯定 你没有这四点 就不是个基督徒 但只有这四点 却不让你成为信徒 我没有添加其他含义 只是让你更明白 耶稣说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最终认识这词的希腊文是 Ginosko 意思是我彻头彻尾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记得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心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这里的关键词是 作恶 作恶的希腊文是 Anomio 意思是 没有服在神的权柄下 关键在于 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 犯了罪的人 到神面前去认罪 耶稣说 如果你的弟兄 一日得罪你七十个七次 又真心悔改 就饶恕他 他这么说 是因为你应像天父一样 饶恕人 如果你犯罪 如果你一日犯罪 七十个七次 又真心悔改 这悔改是什么意思 你一伤了天父的心 而深深懊悔 你就会被饶恕 我们不是说这类人 这里说的是那些说 这没问题 人人都有需要 你懂的 我有我的办法 我被恩典救赎了 没问题的 如果你这样说话 你正身处危险领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希望任何一个 正在听这课的人 成为我在意象中 所见的那些人 我不希望 保罗说过一句话 他说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我在一个牧者会议上 读着经文 然后一个牧者走过来 他很生气 他说 你岂敢把旧约的东西 放在我们身上 我说是吗 请你翻到 使徒行传二十章 他拿出圣经 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 我说 请读出保罗的话 保罗说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不传给你们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 我们喜欢读那些 我们喜欢的 让我们感觉良好的经文 就如神爱世人 是的 他爱我们 他深爱我们到一个 甚至为我们死的地步 但这不是神全部的旨意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这些人显然是作恶的 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而是惯性的 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这没问题 有恩典覆盖我 我很好 主为我流出宝血 我做了认罪祷告 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 曾说 因为罪祷告而下地狱的人 比所有去酒吧的人 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 敬畏神的生命 我做了那公式化的祷告 我入围了 弟兄姊妹 我要告诉你 我们活在非常严峻的时刻 我们创造了一个耶稣 保罗说那是虚构的耶稣 让人可以活在罪中 仿效世界的样式 住在里 不需要从世界分别出来 不需要分别为圣 但人能享受天堂福乐 这是不合圣经的怜悯 我要指明这一点 因此我今天会谈论这课题 保罗对提摩泰说 提摩泰啊 你应该知道 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刻 保罗 这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 是艰难的时刻 为什么他认为 我们的时刻比较艰难 如果你有读过 就知道保罗被棍打三次 被棍打 为什么要用棍打人 要把骨头弄伤 有人曾把骨头弄伤吗 我以前打冰上曲棍球 有次我掉在自己的棍上 断了几条勒骨 然后接下来六星期 我讲到时都要大声声音 我问过多久才没事 医生说 你骨头伤了 大概六到八星期吧 然后才好了 被人棍打了 就留下好几星期的痛处 保罗被棍打三次 被鞭三十九下 你知道人怎么被鞭吗 他会被吊在一个鞭打台上 让身体一致背部完全垂直 当被九尾鞭抽打皮肤时 就好像用刀刮黄油一样 他在五个不同场景下 被鞭打三十九下 他还被石头打过 但他竟说 我们的时刻更加艰难 然后他解释原因 他说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不解怨 他继续谈论这些人 我缩短了一部分 他们假装进钱 却抗拒 那能使他们变得进钱的力量 换句话说 他们说恩典覆盖了我 请仔细聆听 恩典不单使我们 从罪的刑法得释放 也使我们从罪的牢笼得释放 事实上是 我们必须传讲 人们才会知道 你若不信 就得不到恩典 你若不知道 就不能信 如果人们不知道恩典 能使我们活出尽钱 不知道神的能力 能使我们活出尽钱 他们如何能活出来 我们害了他们 讲得真好 看第八节 他说 他们的心思败坏 信仰虚假 注意 他们有信仰 但是虚假的 而邪恶的人和骗子 这是说谁 骗子 我说的就是骗子 他们是假装的 却会越来越猖獗 注意 他们会猖獗 会有很多人听他们的 他们会在各个聚会出现 不断地追随 新奇的教导 却从来不明白真理 他们欺骗人 自己也被人欺骗 这些人会希望 耶稣让他们进入 结果却听见 叫他们离开 我不希望任何人 任何人 成为其中一份子 可以说阿们吗 因此 耶稣说 你们同样可以 凭着人的行为 来认出他们 我记得当我的孩子们 还在小学念书的时候 他们都上基督教学校 我问 你们怎么知道 同学是不是基督徒呢 不是看他们说什么 而是看他们怎么活 从他们的行为就知道了 可以说阿们吗 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 有这样的一个根基 这就是耶稣口中的根基 这就是耶稣口中的根基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磐石就是他的根基 经文说 凡听见 因为两者都听见 耶稣的话 凡听见我这话 不去行的 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 其中一方会遵行 另一方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盖在沙土上的房子 被风吹后 不管房子有多美丽都会倒塌 因此 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健康的根基 可以说阿们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 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 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 Library的ORG 什么是根基 以赛亚书 33章6节说 它是你一生一世的宝藏 丰盛的救恩 智能和知识 敬畏耶和华 就是他的至宝 敬畏神 一起说 敬畏神 是这宝藏的钥匙 先知以赛亚 在这里说 我们生命的根基 是敬畏 对神的敬畏 耶稣的教导 也确认这一点 耶稣说 时候将到 所有隐藏的事 都要被揭露出来 所有秘密的事 都要被公诸于众 他正在谈及审判日 被隐藏的是什么呢 以为别人看不见的思想 动机 动力 行动 现在是隐藏的 将要被揭露 所有隐藏的事 思想 动机 动力 行动 要被公诸于众 你们在暗处说的话 会在明处被人听见 你们在密室里的耳语 会在房顶 向众人高声宣扬 就是在审判之时 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吗 看看 亲爱的朋友 这是紧接的下一句 亲爱的朋友 不要惧怕那些 只能杀害你们肉体 却不能再做什么的 我告诉你们该惧怕谁 要惧怕神 这是出自耶稣口中的话 要惧怕神 他有权结束你的性命 并把你丢进地狱 是的 他才是该惧怕的那一位 耶稣说 敬畏神 使我们 不去相信那些 误认为自己 可对神隐藏的谎话 让我告诉你 你该知道 怎样用体温计量体温 你可以用体温计 量量你对神的敬畏 你认为自己 可向神隐藏多少 我不认为我对神隐藏任何事 那为什么你会这样生活 这样想呢 为什么你的动机会这样 为什么会尝试伤害那人 你说 我知道那是真的 让我告诉你 如果你知道伤害那人 只会带来好处 你就已经认为神 根本看不见你的动机 以西节书八章十二节说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领袖所做的 你看见了吗 以色列领袖说 主看不见我们 你可以到一个认为 自己可以向神隐藏的地步 因为你把他地位 降低到像你一样 敬畏神 让我们按他当得的地位 被高举和敬拜 因为他是神 以赛亚是个属神的人 在以赛亚书五章 他说 或在那些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的人 或在那些勇于饮酒的人 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在第六章 他瞥见了神一眼 就不再说 叙旧的有祸了 他说 祸在 我灭亡了 因为他第一次发现 自己到底在服侍谁 他站在圣洁的神面前 第一次发现自己是谁 是这样的 敬畏神是正面的 因为他 使你常常意识到 神与你一起 他是神 是神圣和圣洁的 神啊 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可以有生活和思考的能力 我需要恩典 我什么时候都需要恩典 写下来 传开去 约翰 什么时候都要恩典 我希望得着神所有的恩典 因为我知道 若没有他 我就不能活出尽情 我不要恩典 来隐藏外在的行动 我知道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要有对的动机 思想 这样就能带来 对的外在行为 可以说阿们吗 我在讲道 你不能把敬畏神 从审判分割出来 你是做不到的 要对基督的审判座 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有正确的认识 对审判日的正确认识 使我们能一生保持 对神敬畏 看保罗说的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这话不是很有意思吗 保罗说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什么是对神的敬畏 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认为敬畏神 就是害怕神 如果我们害怕他 又怎能与他亲密 以他为我们的天赋呢 摩西把以色列人 带离埃及的时候 他把人带到一座山那里 神就降临 当他临到 他们就像以赛亚一样的反应 但以赛亚得洁净 所以他是属神的 但他们是不属神的 他们逃避神 对吗 摩西很失望 他心想 神释放了你们 带你们出来 他希望做自我介绍 他是你们的天赋 他说 我把你们带离埃及 为了将你们带到我面前 现在你们去逃跑 因此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试验什么 看你们是否敬畏神 这听起来 好像有点矛盾 其实不然 摩西正在区分 害怕神与敬畏神 区别在哪里 害怕神的人有所隐藏 为什么亚当被逆神后 在园里要逃避神的同在 因为他害怕 敬畏神的人 无所隐藏 他会害怕远离神 如果你希望定义敬畏神 那就是害怕与神隔绝 敬畏神的人不会问 我可以多接近这罪 而人能脱身 敬畏神的人会说 我希望远离罪 远得甚至看不见 因为我希望与神亲近 我正经历与他亲密 你理解吗 敬畏神意味着 我们尊崇 尊荣 重视 敬重 敬畏他 超过一切人和事物 我们爱他所爱的 悟他所悟的 让我告诉你 一天我在祷告 那是在八十年代末 我每天祷告两个小时 我每天祷告两个小时 早上五点起来 出去祷告到七点 是每天 我每天都祷告 但当我讲道 却闷透了 我的讲道没有能力 我说 神啊 为什么我生命 没有更大的恩高 你知道主怎么说吗 他说 因为你容忍罪 不单是你 别人也是 他说 当我委派耶稣为教会 和宇宙的主和君王 我怎么对他说 他说 因为你喜爱公义 这是父神对耶稣的话 因为你喜爱公义 耶稣说 请等一等 每个基督徒都喜爱公义 但我不满足 因为你喜爱公义 恨物罪恶 因此神 就是你的天赋 恩高你过于你的同伴 他说 如果你希望有更大的恩高 像我一样恨物罪恶 你就会看见自己有更大的恩高了 这永永远远地改变了我的生命 这改变了我 士举耶汉因此能带着权柄宣讲 因此耶稣的讲道不像别人的 为什么他能带着权柄讲道 他们对罪有从神来的恨物 以赛亚论道 耶稣说 从耶稀的本壁发一条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希伯来书五章说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英语 人们在祷告 是否蒙英语呢 我们需要知道 虔诚的才能蒙英语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能明白吗 敬畏 使人渴慕 热爱顺服他 因为他的话而战斗 并渴望顺服 即使不明白 也会顺服 即使看来不合理 也会顺服 即使伤痛难过 也会顺服 即使看不见好处 也会顺服 完全去顺服 这就是敬畏神 敬畏神的体现 就是顺服他的话 那就是敬畏神的体现 让我们看看保罗 对腓立比教会说的话 真的很奇妙 这是使徒保罗的书信 请记得 圣经是不能按思义理解的 这是来自神的 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 当你听着时 就像是神亲自对你说一样 注意他称你为亲爱的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恐惧战惊 令你在看不见 感受不到神同在 是仍然顺服神 人们感到神同在时 就会顺服 感受不到时 就活向世人 他们并不敬畏神 因为敬畏神 使你保持顺服 这使你持续寻求他 就算好像到处 都找不到他的同在 就算你在荒漠 在旷野 敬畏神是非常重要 那是审判座的根基 如果你深深地敬畏神 就能在审判座前 得奖赏 想想我们在第一课的学习 还有这一课的 我们需要一对强大的双生儿 敬畏神和爱神 才能在审判座前 坦然无惧 两者密不可分 因为你若不敬畏神 就不真正认识神 当你喜欢某人 就会在脑海塑造一个印象 许多喜欢蓝球明星 詹姆斯 但如果见了真人 你就会发现 跟他在屏幕上不一样 因此 如果你不敬畏主的话 你塑造一个印象 就会跟那坐在宝座上的 有很大区别 因为敬畏神 是亲密地认识他的开端 如果你不亲密地认识一个人 又如何爱他呢 你只是爱他的印象 不是他本人 因此我们要敬畏神和爱神 才能在基督的审判座前 坦然无惧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当主吩咐我 重新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我说 神啊 真感谢你 我记得在写这本书时 它如何深深影响了我 从来没有别的书 这样影响过我 当我开始预备 重新审阅和编辑 我们删除了一点 再重新加添了许多内容 这对我非常造就 是对我 阿们 敬畏神是好的 要向神呼求 求祂赐你 你如何得着对神的敬畏 那敬畏神的灵 耶稣说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祂的人吗 向祂求那使人敬畏神的圣灵 阿们 祝福你们 下一课见 敬畏神是我们的根基 根据耶稣的话 这是我们行在正道 好让我们能以顺服祂的话 在审判日能坦然无惧 在我脑海里 我还清楚地记得 自己在何时认识敬畏神 我在新约圣经读到他 有天晚上 我在聚会中讲道 下一个晚上 牧师上来纠正了我十五分钟 我沮丧极了 那是家大教会 我认为我伤害的那教会 第二天我出去 向神呼喊 大声叫道 神啊 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的教会 但我感受到的是 神的喜悦 而非愤怒 然后 我发现自己在呼喊 求神让对神的敬畏充满我 我后来发现 这是其中一种圣灵彰显 因为耶稣说 向父神求圣灵 祂就会把敬畏神的灵 赐给你 那天我呼求过后 生命就改变了 我以全新的目光看事情 生命中有着对神的敬畏 你知道吗 那教会今天也不存在了 让我告诉你 对神的敬畏能存到永远 是纯净的 我想鼓励你在这星期 读新约圣经里关于敬畏神的经文 然后读以赛亚书十一章 看耶稣如何以此为乐 最后向神呼求 求祂把敬畏神的灵 赐给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已经是被永恒测动第四课了 你想受吗 如果你享受前面的 肯定也会享受 接下来的最有趣的三课 我们也很想去到这些部分 所以才会这么期待 但我其实跳过了书中很多内容 真的没办法 有一晚我几乎要崩溃了 我的好太太理想让我坐下来说 约翰 你不可能在六课里讲完全本书 我说你说得对 我将会跳过很多部分 包括我们荣耀的身体 天堂和时间的重置 基督在喜年做王 一千年等等 这些内容都在书中 所以我真希望你去读这本书 我首先想很快地谈一谈天堂 我们将会谈一谈天堂 我想带你去看我最喜欢 关于天堂的经文 在西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他真的把天堂描述出来了 我列出了这段经文 我几乎一字不漏地引述了它 我省略了经文中的一小部分 在西伯来书十二章 经文说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一起说西安 接下来你会常常听到这名字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看看神的诚意有什么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我真爱千万的这形容 如果神说是千万的 就是数目很多了 那里有共聚的总会 谁在当中 我个人相信 这是从亚伯拉罕怀中出来的 旧约中的圣徒 也有诸长子之会 圣徒们都去得了他们的奖赏 对吗 然后神出现了 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记住这一点 我待会儿再谈 然后就是耶稣他所洒的血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谁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我相信就是你和我 希伯拉罗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那不是在说我们离世之后 而是现在 你可以常常去宝座前 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那大门为你敞开 因为你是属于他的 这不是很奇妙吗 我很喜欢 保罗这么说 那不单是在祷告时去宝座前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 我曾在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 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身体内 还是在身体外 只有神知道 你要记得 我们还会有身体的 我们不会像灵体一样在云上漂浮 我们会有身体的 会有手臂 会有双手 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与门徒互动 我们的样子也会像他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模样 因为当他显现 我们都要像他 我很喜欢 那不是很棒吗 我其中一个好朋友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是个很优秀的牧师 曾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 他的第一晚服饰 在1979年的10月 他回到自己的家 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 他的棋子在楼梯转角 不停抽气 原来当晚 他们10岁的儿子 在看星期一晚上的出球赛事 意外地把小电视拉进了浴缸 他们却没有发现 他被电死了 我朋友发现他孩子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吗 我是洛杉矶警察 假如我看见你儿子同样状况 我会直接送他去太平间 但当时他却开始祷告 急救员来到的整整45分钟 那男孩的心电图都没有动静 但我朋友没有放弃 他继续祷告 45分钟后 他终于说 神啊 我没有这样的信心 但格林多前书 十四章说 有信心的恩赐 我需要那信心 然后他的脑海出现了一句经文说 你必不致死 人要存活 突然间 心跳恢复了 心电图激发出嗶嗶声 急救员赶快把他送走 他的皮肤颜色开始转变 瞳孔恢复放大 于缩小 他们把他送进医院 他心想 这真是个神迹 但医生却把他拉到一旁说 如果你儿子能活过来 他可能会成为白痴 因为他几乎死过了 肾脏组织 从他的倒尿管排出 他说孩子的身体崩坏了 他儿子昏迷了七个月 期间通过七个月的祈祷 播放敬拜音乐后 他清醒过来 我朋友看着 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可以说出来 他说我叫什么名字 我们以前和现在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他全答对了 这孩子后来以全级班代表的身份 在高中毕业 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以平均基点4.0毕业 然后进了神学院 但有趣的是 他后来对他父亲说 爸 当电视掉进水里的时候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他说一个天使抓住了我的手臂 把我从我的身体拉了出来 他说我们以极快的速度 经过一条隧道 我的脚踏在一条 用黄金修成的路上 那不是金黄色的街道 而是用纯金修的 那城很巨大 也非常美丽 而且还在施宫中 我们那些信主已死的家人和朋友 都到那里去了 当我着陆时 他们都在那里迎接我 我听到瑟瑟声 突然人群分成两半 耶稣从中间走来 他说 耶稣带我游览天堂 他说 爸 我看见我们的房子还在施宫中 他说 我问耶稣 他回答说 你父母在地上每个顺服我的行动 就为这房子增添一个部分 然后耶稣拉开了 那看起来是窗帘的说 是时候回去了 你爸叫你回去 他说 但我要呼召你成为牧师 然后他回来 结婚 生了几个孩子 无论如何 天堂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 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我认识一些去过那里的人 他们说天堂有的颜色 是地上根本没有的 我很高兴 因为我是色弱的 有些人说这是色盲 但我不会这么说 那里还有花朵 非常美丽的花 看来是地上根本没有的品种 他们说 当你走在草地上 花就长出来 天堂的一切都是活的 你甚至可以在水底行走 我从那些去过天堂 又回来的朋友身上 听见许多非常奇妙的事情 也有人写了书 我很喜欢这个课题 但我们要谈谈 谈谈那些还未修完的房子 我希望从这里 开展这课的余下部分 我们现在谈论信徒的审判 我们说基督的审判座 是信徒的审判 从这里开始的一切 都会是很棒的 让我们去看 哥林多后书 五章八节 保罗说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首先我希望指出 保罗毫无疑问地 只是在对基督徒说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未信者离开身体 就会到地狱去 正如上两课我们所学的 唯有那些 借着耶稣基督宝血和主权 真正得救 与主联系的人 才会回到神的家 所以我们知道 保罗不是对未信者说话 他的对象是信徒 对吗 在第九节他说 所以我们立了志向 志向就是目标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要得主的喜悦 我很爱这一句 不是喜欢 而是喜悦 这让我想起一个 很久以前的故事 埃德森今年三十岁了 我以他为荣 他的孩子都很漂亮 而且他是个 比我更好的父亲 我记得 他还是十七岁的时候 我们最小的孩子才九岁 四个儿子来吃晚饭的时候 神感动我 这么对他们说 我说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使我和你们的母亲 爱你们更多 他们说 那好吧 我说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使我和你们的母亲 爱你们少一些 他们就说 这很棒 然后我看着他们说 当我们跟你一起的时候 有多喜悦 就由你们来负责了 他们就说 哦 身为神的儿女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令神爱你多一些 也不能做任何事情 令他爱你少一些 但我们 却要为他有多喜悦而负责 因此保罗说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讨他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谁是众人 他是说基督徒 对吗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 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 受报 哇哦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这话真是沉重 我们这些信徒 将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座前 审判座的希腊文 是 碑马 这次有什么意思 这是指台阶座椅 让官员对群众说话 通常与司法有关的 换句话说 要记住 圣经作者们 尝试用人能理解的方式 表达神对人的启示 罗马人就是当时负责作者式的 再上一集 就是罗马帝国的城市法院里的 司法座椅 比拉多就是坐在那里 宣读对耶稣的叛词 我想再回顾一下 如果你们还记得 在第一课 我们说审判 就是一个决定 一起说决定 根据调查 而做出的一个支持 或反对的决定 从审判座 向信徒发出的审判或决定 是永远的 记得永远的审判吗 记得吗 即使是信徒 也有从审判做而来的审判 而且是永远的 换句话说 永远不会改变 修改 或修正 这些审判将永远有效 雅各这么说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如果雅各活在今天 我想他就不会这么写了 他会用不同的用词 他会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本来就是零 为什么 因为从简单数学 我们能明白一些雅各 不知道不明白的 任何有限的数字 除以无限 结果就是零 对吗 这就是简单数学 八十除以无限 结果就是零 假如你的寿命是一百二十年 那是挺长的时间 将一百二十除以无限 结果还是零 现在你就明白他的话了 他是指 在这个等于零的时候所做的 会决定 我们如何度过永恒 对吗 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真理 我们对待救恩的方式 将决定 我们会在哪里度过永恒 我们都知道天堂与地狱 对吗 当我们作为信徒的生活方式 将决定我们如何度过永恒 你明白吗 让我帮助你明白这话的分量 不是沉重的 而是兴奋的 如果我看着你说 你在未来二十四小时 未来一天的生活方式 将决定 你会在地上如何度过 接下来的一千年 假设我们可以活一千年 在未来 一千年里你开的车 你住的小区 你的邻舍 你的房子 房子的景观 共事的人 你的工作 都会按照你在接下来的 二十四小时如何度过 你会如何度过这二十四小时 你会随便过活 还是带着目标的过活 你会带着目标去过活 对吗 但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 根本无法相比 因为一天除了疑 三十六万五千日 就是一千年里的日子 人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让我进一步解释 如果我看着你说 你在未来二十四小时 未来一天的生活方式 将决定你会在地上 如何度过 接下来的一千万年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千万年 为什么 因为亚当是六千年前的人 亚伯拉罕活在四千年前 我们根本没有可以掺造的例子 在未来一千万年里 你开的车 你住的小区 你的邻舍 你的房子 房子的景观 共事的人 你的工作 都会按你在接下来的 二十四小时 如何生活 你会如何度过这一天 你会带着目标去活 对吗 但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 根本无法相比 因为一天除以 三亿六千五百万日 就是一千万年里的日子 那人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它是指在这个 等于零的时候所做的 会决定我们如何度过永恒 你明白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保罗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迫切地对我们说 好让我们能得到最大的奖赏 看看他说什么 他说 抱着要夺标的心去跑 对吗 一起说抱着夺标的心去跑 所有运动员都要受严格的训练 他们这样做只为赢得 那会日见失色的奖赏 但是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永恒的奖赏 我刚才读的可是神的话语啊 他说我们生活 是为了赢得最大的永恒奖赏 你明白吗 或最大的赏赐 看使徒约翰在晚年怎么说 他写这些字的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 有谁知道 当人到了那个年纪 就会有为父的恩高 换句话说 你要去听 因为这寥寥书语 就已经语重心长了 约翰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保罗也同样地比拟了被剃除的可能 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犯被弃绝了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约翰在这里也在谈论赏赐 留意他说的是满足的赏赐 对他来说 满足的赏赐 是什么 意味着会出现部分的赏赐 或是没有赏赐 他没有说要好好的活 让你能得着部分的赏赐 为什么他不这么说 听好了 因为神希望你得到满足的赏赐 我想以父亲的身份来与你分享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 他们都与我们同住 其实现在还有儿子与我们同住 我挺喜欢这样了 对吗 Yarsanda 我们的家很意大利化 孩子们婚前都会与我们同住 我清楚地记得 他们还小的时候 我看着他们说 孩子 我很希望奖赏你们 但作为一个好父亲 除非你能赚取或值得拥有 否则 我不会奖赏你的 为什么 如果我的儿子不用付出努力的 就能得到奖赏 他们就没有动力了 多少人知道动力是好的 我们的天赋都是一样 因此他能通过这些人来激励我们 带着目标去奔跑 好好生活 好让你不是得到部分的赏赐 而是满足的赏赐 可以说阿门吗 为什么 如果我们读使徒保罗写给 哥林多教会的信 就会发现这话是何等丰富 保罗说 你们是神的房屋 一起说我们是神的房屋 下一刻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你们是神的房屋 因着神给我的恩典 我像个老练的建筑工人 立好了根基 保罗说他是个建筑工人 现在其他人正在上面建造 注意 其他人正在上面建造 我们会在下一刻谈到这一点 然而凡是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 都必须非常谨慎 因为除了我们已经立好的根基 耶稣基督 无人可以再立别的根基 他是根基那房角基石 对吗 所以保罗继续说 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 他说任何信徒都是建筑工人 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 可以用各种材料 如金子 银子 宝石 这些是永恒的 木头 麦草 或河街 那是短暂的 保罗说 你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是一个选择 要去为永恒或短暂的来建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认识我 就会知道我是个喜欢休闲的人 为什么 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因为我知道神所教导的安息的意义 换句话说 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 玩乐的时候好好玩乐 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 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材料 你可以纯粹为了肉体 那短暂的来建造生命 也可以为永恒建造生命 如果你是个生意人 你可以视你的生意为建立神国的途径 如果你做生意只为赚钱 就只能换取舒适的生活 反隐藏的都会被显明 你的动机会被显明 哦 我听见了 我们继续读下去 但在审判的那天 每个建筑工人的工程都要显露出来 经受火的检验 如果你把金子银子宝石放到火里去 会发生什么事 它们会被炼净 如果你把木头 卖草或河街放到火里去 就会被烧毁 火能显出一个人的工作 是否有价值 永恒的价值 明白吗 如果工程能存留下来 建筑的人就会得到奖赏 一起说奖赏 但愿那是满足的奖赏 但如果工程烧掉了 建筑的人就损失惨重 那个建筑工人虽然得救 却要像穿越火墙 侥幸逃生的人 看信息版怎么说 你会存活 勉强存活 神不希望你只是勉强存活 神希望赏赐你 正如我对孩子们说的 他仿佛在说 我希望你得满足的赏赐 你听见他的心声吗 他说 你是我的孩子 我希望赏赐你 我不希望你的工程被烧掉 我们美国人都会为退休做准备 那并不是愚蠢的 圣经说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如果在你退休的那天 你可以想象 你存钱的银行倒闭了吗 同一天 股市彻底崩盘 同一天 就在你退休那天 社会保障破产了 他们无法兑现 我们都无法想象 因为我们有一些政府计划保障我们 但这正是神通过使徒保罗说的 有些基督徒会这样进入他们的永恒 他们会得救 但只是勉强得救 穿越火墙得救 因此我们希望带着目标而活 所以约翰劝诫我们 这是他最后说的一些话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是得着满足的赏赐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不但我们的言行会被解释 我们的想法 心思 动机 都会被解释 让我再说明 看看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节 在基督的审判座前 我们都会按本相显现和揭露 不是按别人认为我们的模样 好让每一个人可以按他在肉身所做的 或善或恶领受回报 看看这里 考虑的要点是他的目的 动机和成果 他忙于什么 专注达成些什么 这话真是充满能力 耶稣这么说 因为秘密终会被公开 这跟我在上一刻给你看的 路加福音第二章不一样 隐藏的事总会被曝光 并被公诸于众 因此信徒必须仔细聆听 留心听从神的话 并藏在心里 你想知道为什么如此重要吗 因为神的话 看希伯来书四章 神所说的话是活的 蛮有能力的 他能揭开筛选 分析 判断我们心中的意念和目的 因此 我很喜欢 每一天都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 因为他能怎样呢 筛选 分析 判断 揭开错误的心思 好让我开始新的一天的时候 怀着好的动机 我建议你在每天早上都花时间 在神的话语里 好让你整天都能带着正确的动机 想法和动力 你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 如果我们若不先分辨自己 就会受审 可以说阿们吗 对我们生命的审判 是巨细无疑的 一切都会被清楚显明 因此保罗说 基督的审判作 是我们对主敬畏的心 将会彻底检视我们的动机 动力 思想和言行 因此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努力 一起说 要努力 去证明自己真的在神召唤和拣选的人当中 行出这些事 你们就绝不会背离信仰 神也必为你们打开大门 一起说 打开大门 让你们进入到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里 打开的大门是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设的 我曾看过一个异象 我会以此作结 在异象中 我看见天军在天堂的路上不操 那几乎就与罗马军队一样 每当他们占领一个地区或国家 他们就会从那里把战利品带回来 他们在罗马的路上不操 一直步上阶梯 到凯撒的座前 他们会把战利品献给凯撒 明白吗 我在异象中看见一模一样的场景 天军在不操 在罗马时代 当士兵把战利品献给凯撒时 所有罗马的公民都会欢呼说万岁 在异象里 我看见天堂的路旁站满了人 士兵不操来到 把战利品献给我们的王耶稣 然后主对我们说 你想成为路旁的人吗 他们都在天堂会与耶稣一起度过永恒 你或你想成为把战利品带给我的士兵 我说我想成为其中一个士兵 但愿在座的每一位 在聆听的每一位都是如此 下一课见 结束前我想补充一些数据 可以吗 在以西结束的祭司中 有一群是萨多的后裔 另一群是那些 没有全心顺服神的祭司 他们与人群一同前进 如果读以西结束43到44章 你就会发现 萨多的后裔与神非常亲近 神说我是他们的奖赏 那些不与神亲近的 就去打理圣殿 是想想在天堂的情景 是想想在永恒的情景 你希望与耶稣一同治理 一同做王吗 你希望无论高阳往哪里去 你都在跟随的队伍中吗 你可以想象吗 与他同处 在他的同在里 亲近他 靠近他 永永远远与他一同做王 这就是动力所在 使我们带着目标而活的动力 你可以做的行动就是 研读神的话语 明白他在说什么 不要让别人影响你的决定 让神的话语 推动你 去被永恒策动 欢迎来到第五课 让我先来介绍这一课 当神开始向我谈记这本书的时候 那情景令我永远难忘 那天是早上五点 我正在高球场漫步 主说 我想你写一本关于审判座的书 坦白说 我当时的响应就是 神啊 我一生只讲过二十分钟 关于审判座的道 我怎可能写出一张或一本这样的书呢 你知道主总是不会回答这样的话的 我想我还是要写了 所以就开始了 我找出圣经里所有关于永恒 赏赐审判和惩罚的经文 找了八个译本 整本笔记本有这么厚实在难以置信 我就坐在那里 默想这些经文整整一个月 这就是我的结论 在信徒的审判座前 我们将会在两个范畴上受审判 明白吗 第一 我们在建立神国的参与度 第二 就是我们如何建立别人的生命 那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如何在生命中 回应神的话语 我将会在下一刻谈到这一点 在这一刻 我会集中讲我们在建立神国的参与 你会发现 这两句句子中都有建立这个词 为什么 正如我在第四课说的 圣经说 我们是建筑工人 记得格林多前书三章吗 在这根基上 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建造 诗篇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这就让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神的灵帮助 才能建造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我们应该说 阿们 一个人若用自己的力气工作八十年 他所成就的 比不上一个靠着神的灵工作五分钟的人 所以神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听着 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说 圣灵 我需要你 当我预备这些课堂时 我也说 神啊 我不能没有你 我讲了到三十年 但还是说 神啊 圣灵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要记住这一点 另一节说 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神把我们比您为建筑工人 让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 这真的很奇妙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这里有三句话 第一 你是与神同工的 先记住这一句 我往后会再谈 第二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我不讨论这一句 书里都写了 第三 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请留意这话 保罗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怎么样的房屋 我要做一个宣布 是挺有意思的 准备好了吗 神为自己量身 定造一个家 他为此非常兴奋 我和丽莎 曾有机会去打造自己的家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九十年代初 我想当时只有我 丽莎和埃德森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单户房子里 佛州奥兰多时 有一位夺次获奖的家居建筑师 他被《撒旦的耳》这书深深影响 丽莎很喜欢去看房子 梦想自己的家 一天他看见我在一排房子面前 他大喊 约翰比约翰 我们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撒旦的耳 我心想怎么了 他说 我要为你盖一座房子 我要为你盖一座属神的房子 我想属神的房子 什么意思 他说我不会赚你一分一毫 我们都很惊讶 我记得他几天后来我们的家 就是那小小的单户房子 他把一张白纸放在桌上 好 他说 画出你梦想的家吧 我和丽莎彼此对看 心想什么 我们都很熟悉单户房子 这里不能改 那里不能动 我们就问 真的吗 丽莎马上就开动了 让我告诉你 我画了书房和车房 其他都是他画的 我们看着他把我们画的草稿 发给设计师和建筑师 然后带来了蓝图 当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 我和丽莎 几乎每天都去工地看 我们很兴奋 梦想中的家 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神对他的房子也是如此 他也是如此兴奋 他从世界的根基 开始设计他的房子 他每天也去工地看进度 但神做了一些 我和丽莎没做的事情 他把房子命名 有些人会把房子命名 我真希望我们那时有想到 就像住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 他传呼自己的房子为白宫 英国女王就称呼自己的房子 为白金汉宫 以下这个可能是你不熟悉的 尼古拉斯凯奇称自己的地方 称为弗莱亚公园 神命名他的房子 是什么名字 西安 我们一起说西安 看看这个 这里说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 看见他对这房子的热情吗 他仿佛说 这么久以前就设计好了的房子 我急不急待地看见他完工 如果你是为人量身 订造房子的建筑师 你为自己修房子的时候 一开始会做什么 你首先会弄什么 我们一起说 根基 以赛亚说说 看哪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一起说 一块石头在西安 那是他订造的房子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那是谁 耶稣 耶稣是神订造的房子里 主要的房角石根基 但要记住 保罗说我们是神的房屋 如果耶稣是建造房子的材料之一 那么我们也是房子建材的一部分 对吗 圣经怎么说呢 彼得前书说 你们正向着基督走来 它是活石 是神圣殿的房角基石 你们 谈的是我们 也是活石 是神用来建造他自己的 属灵殿域的 这不是很兴奋吗 我们将会成为神居所的建材 他将永远住在其中 如果你看保罗对以弗所人的话 就会再次发现 我们一起成为他的居所 你明白吗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而基督耶稣自己就是那房角基石 我们在他里面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 成为主的圣殿 这不是很兴奋吗 保罗还说什么呢 我们不单是建筑材料 他还说我们是与神同工 我可用一个更一名的说法 我们是他的分包商 分包商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电工 管子工 瓦工 做屋矿的 做门窗的 就是真正去修房子的人 实际上建筑师建我们房子的时候 他没垂过一根钉子 没铺过一块砖头 那些分包商才是建造的人 你明白吗 谁是建造神家的首席分包商呢 谁会是首席呢 就是耶稣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 即至时候满足 神就猜浅他的儿子 耶稣说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有谁知道建造房子时候 安排分包商在对的时候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呢 如果你让瓦工先于电工来工作 麻烦就大了 对吗 神仔细地安排了分包商工作的时间 耶稣就是公投 因此圣经说 即至时候满足 耶稣就领到 你明白吗 我说你明白吗 因此耶稣说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一起说 所托付我的事 再说 所托付我的事 这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你记住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使徒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 记得保罗这么说吗 他说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你怎能说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呢 唯一可以这么说的 就是你要认识赛道 有人跑过越野赛吗 如果你跑过的话 就会知道 跑手会收到赛道图 不认识赛道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开始跑 一直跑啊跑 跑到不知倒地 但却不能完成赛事 你要认识赛道 才能跑完赛事 对吗 除非保罗认识他的赛道 否则就不能说 当跑的路 已经跑尽 当耶稣说 做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很多人就会说 那是耶稣嘛 他生下来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不 他不知道 他放弃了 属天的特权 以人子的身份 来到世上 记得耶稣 在约翰福音五章的话吗 因为我只求 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耶稣和你我一样 都需要去寻求 我们也是神的分包商 对吗 圣经怎么说呢 以弗所述二章说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一起说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一起说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这里说 叫我们行的 没说 应该我们行的 神已经事先预备 我们作为分包商的工作 多早之前预备的呢 至少在我们出生前 就预备了 大卫在诗篇139章16节说 我尚未出生 你就看见了我 看这一句 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都记在册上了 有一本关于你生命的册子 总统并不是 唯一一个 有人为他写传记的人 你也有一本 关于你生命的书 乔老单 这不是很棒吗 对吗 神写了这本书 在你出生前就写了 看看接下来的话 一天还未过去 每一刻 都已经安排好了 再看一次好吗 我上回出生 你就看见了我 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都记在册上了 每一刻 不只是每一天 一天还未过去 每一刻都已经安排好了 如果你打开神 为我们每个 所写的册子 翻到其中一页 你就会找到 现在在这里的 每一个人 对吗 你会看到 此时此刻 与我们在一起 神会说 我看见他们每一个 全都记下来了 乔纳丹会在其中 特拉福斯也在其中 特里夫也在其中 对吗 杰弗和保罗都会在 我们还没出生 他全都已经记下来了 这真的太棒了 每一天开始前 每个时刻 都被安排好了 让我提供一些 确认的经文 如果你记得 神对先知耶利米说 我使你在母父中 成行以前 我就认识了你 你还未出生 我就已经把你分别出来 派你做我的先知 往列国去 保罗又说 然而 那把我从母父里 分别出来 又施恩赵我的神 在我周游列国 与许多教会中人 沟通的过程中 我都面对一个大难题 特别是那些生意人 职场人士 和小孩的母亲 今天的教会 似乎有个想法 只有那些牧师 教师 敬拜主领 才有全职的呼召 不 这完全是个谎话 无论你是否重生得救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呼召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要成为一个分包商 建立神定制的家 这是否很有意思 所以不要再想 哦 我是在商界的 不 不对 神把他的手放在你生命里 要建立他定制的家 阿们 可以说阿们吗 神在我们出生前 就定了计划 在册子上 写了我们的生命 明白吗 所以 有一本叫 亚历山大·比维尔的册子 神坐下来 把亚历山大的一生 写了出来 如果我现在把亚历山大 从这个等式中移除 我们还可以成就 神在册子里所写的吗 明白吗 一起看传道书 这记载很奇妙 传道书的这句经文 提及神的主权 一起说主权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 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 存敬畏的心 他在说什么 神说 我从一开始 就计划好我定制的家 没有事情 能阻止他完成 我的家是会完成的 这就是主权 但下一节就提到自由意志 我们的选择 他接下来说 现今的事 早先就有了 记得我刚才说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 如果你翻看 我们所有人的册子 你都会找到这场景 将来的事 早已也有了 一切都在神的构思里 并已写在册子上 我说神在一天 尚未开始已先 就把一切写下来 看看这里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 重新再来 换句话说 我们是否完成了 神为我们写的 还是走了其他的路 我们自己的路 这告诉我什么呢 在审判做前 关于我们的护照 听好了 我们不会按 我们所做的受审判 相反 是按我们被呼召去做的事 来受审判 我要再说一次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我要再说一次吗 我们现在谈的是 对信徒的审判 我们不会按 我们所做的受审判 而是按我们被呼召 去做的事来受审判 举个例子 我看到有些人 表情怪怪的 或许你会看见 耶稣在审判座上 这么说 不道家爱德森 上前来告诉我 你所经管的一切 然后这个人上来 环顾四周 有点错愕地说 不道家爱德森 你是说 你是说会计师爱德森吗 耶稣 我是个会计师 有许多人在我的公司打工 我们帮助几个机构 出版他们的属灵书籍 不道家爱德森 我呼召你去赢得的 三十六万六千一百七十八个 在亚洲的灵魂 他们现在在哪 我儿 他们在哪 哦 耶稣 我从来没去过亚洲 我 我是个会计师 我没有帮助一个机构 他们在亚洲有服饰 按他的呼召 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烧掉 你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留心听 地产经纪穷拿斯 上前来 告诉我你所经管的一切 这个人上前来 脸上非常错愕 忧心地环顾四周 那应该是别人吧 神就说 房地产经纪穷拿斯 告诉我你所经管的一切 他问 你是说穷拿斯牧师吗 我牧养一家八百人的教会 已经三十年了 我呼召你成为房地产经纪 你应在职场上发光发亮 如果你这么做 就会有另外两个经纪 在你的公司为你工作 他们会影响许多人 一共是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六人 但因为你没有这么做 你就无法影响他们了 我让别人去做了 而且我本来要你在 施政另一端的 一家一千人的教会里 担任司事长 如果你这么做 那教会的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八个灵魂 都会经历永恒的影响 你也因此得奖赏 但现在 按照你的护照 一切都会被烧掉 因此我常常对我的同工这么说 过去我说的更多 戴笠和威克会记得 我和丽莎接触的每一个生命 埃德森和麦特接触的每一个生命 都会为你带来奖赏 你会得到完整的奖赏 仿佛你跟我们在合场一样 因此你必须要待在神 呼召你去的地方 如果你尝试建立自己的教会 做自己的事 而神其实呼召你去 在机构里服侍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可能面对这样的情况 求纳斯姊妹上前来 告诉我你所经管的一切 这女士上前来说 耶稣 我参加了妇女会 写了一本书 举办了几次妇女会议 我呼召你去照顾的 那三个小孩呢 你用手段 令自己成为会员 但却忽略了这些孩子 如果你按我呼召你的方式 养育他们 他们就会永恒地影响 五百一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六个灵魂 你也得到完全的奖赏 但现在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烧掉 我们不会按我们所做的受审判 而是按我们被呼召去做的事 来受审判 我可以分享许多同类的故事 其中一个深深影响我的 就是我们在北卡罗莱纳州的 一个好朋友 他是幕会的 教会大概有四千人 我们曾经非常亲近 同行多年 他也曾是我们事工的董事 有天他打电话给我 说约翰 我要告诉你那天晚上 教会里发生的事 我说怎么了 他说有一位男士 过去六个月都来我们的教会 他的外表非常光鲜 穿戴整齐 一头银白色的头发 这是一家很棒的教会 我曾在那里讲到 每星期都有约 一百到一百二十人得救 他会看着这些人得救 然后说我看见他流泪了 他又说丹约翰 我感觉那不是喜乐的眼泪 我觉得那是忧伤的眼泪 他说丹圣灵拉住了我 我本来准备去找他 丹圣灵说别跟他说话 六个月后 在周三的晚间崇拜 这位男士来找我们 其中一位父牧师 他说他提到的年份 我想应该是在八十年代 神在祷告中对我说话 叫我在北卡罗莱纳州的 这个费耶特维尔市 开始一家教会 他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梦 我看见自己要建造的 教会大楼 然后他说 这梦让我去找了建筑师 请他为这座大楼 画构想图 他说我于是开始建教会 却面对许多反对声音 最后我放弃了整个计划 一切都徒劳无功 当神希望你做某些事情 你必须要好好记住 看看保罗 他两次尝试去 两个不同的地方 但后来却梦见马其顿人 如果你记得的话 那是保罗在马其顿 祈祷的第一人 他顺服神 结果却被抓进监狱 在监狱里 他赞美神 监门就打开了 如果神要你做的事情 是困难的 这并不代表 那不是出于神的 他说在困境之中 我结果关闭了教会 然后我开始到处讲道 这维持了几年 最后无继而终 我继而进入了双界 然后他打开了 这幅构想图 这是建筑师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根据我的梦画的图 当他把画打开 那正是埃尔牧师 所建立的教会 他说我真相信 神首先派我 去建立这家教会 我在一个特会里 谈到这一点 我们的办公室经理 也在场 那是个挺大型的聚会 有差不多两万人聚集 我记得他上前来告诉我 他说一个牧师上来找我 我讲了这个信息 作为牧师有点不高兴 牧师对我说 他不能相信 他今天所传讲的 我的经理说 他相信的 他当然相信 他不可能相信 他回答说 他绝对相信 他说你为什么不高兴 牧师看着他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神对我说 他要呼召我去菲律宾 做传道人 当我建立了这家教会 牧会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的经理 怎么响应吗 他真聪明 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一年后 我们听说这个牧师 把教会 交给他的行政主任 他现在正在菲律宾传道 以下的故事最能说明 我们都被呼召 以独特的方式 去建立神的国度 去年我被邀请去和一个 海豹突击队成员吃晚饭 他是队中的教官 加入突击队已经十七年了 我非常敬重海豹突击队 当我们坐下的时候 我还不察觉 他真的想跟我说话 我只是说 有什么故事分享 就这样 我打开了话匣子 他开始分享了 我被这人的故事 整整吸引了两个小时 我几乎没说话 他告诉我 他在神学院待了两年 到了第三年实习 却被指控 与教会的一个姊妹睡了 他说约翰 我没做过 他继续说 他们是我什么信用都没了 还把我赶出教会 他说 我人生失去了那三年 我沮丧极了 我与神的关系 本来不亲密 当我开始渴慕 后来就慢慢与神亲近 当我渴慕的时候 主对我说 我没有呼召你全职服事 我呼召你从军 他说 所以我加入了海军 他首先去了陆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最后是海军 那是最后一个了 他说约翰 其他军种都没什么特别 海军也有不同的兵种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 他在失望之际 招聘官从抽屉里 拿出另一张清单 开始读出这些特别的岗位 当他读到海报突击队时 他说 这就是我要做的 神的灵突然启示我 这就是我要做的 那招聘官说 不 你不会想做这个的 他说 一万人中 只有一人能通过测试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退出了海报突击队 他说 我不在乎 这就是我要做的 那个人不知道 他根本不会游泳 明白吗 现在的事情就更复杂了 这人年轻时 曾动过多次手术 因为他的耳道太窄了 要在耳里放入导管 如果有水 接触他的耳朵 他就会痛不欲生 他说约翰 我祷告 并忍受剧痛 自学了游泳 最后经过几个月的祷告 我潜到一米下的水底 没有痛出 两米还是没痛 忽然我发现 我的耳朵完全被医治了 他有三次 几乎毕业了 但三次都发生了灾难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 现在他在队中 又分享了队里的故事 例如 在他任务期间 他的手机关了 而且没有存储任何号码 但却自动拨了给他的父母 他们当时在查经 他们听到枪声 于是开始祷告 他又说了其他故事 听得我都起疙瘩了 在晚餐的尾声 我看着他说 我今晚和一个属神的人在一起 柏兰顿 他不像你和我一样讲道 他没有这样 马克牧师 他不像你和我一样讲道 但你知道吗 他是其中一个 我有幸跟他待在一起的属神的人 他在自己的位置上 成为神的分包商 建造神定制的家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经过超过二十年在各地服侍 我可以说 其实是二十五年了 我见过一些主任牧师 但在心里 我知道他们应该是父牧师 也有一些从商的 我知道他们应该在教会服侍的 我见过一些本应在职场的牧师 我曾看着一个牧师说 你没有被呼召去服侍 我真的相信神呼召你进入职场 你知道吗 他一年后打电话给我说 他已经没有在服侍了 他在职场过着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们会向人施压 有一次 我打电话给一个开物流公司的人 他奉献数以百万计 但却还是觉得自己服侍的不够多 所以他把公司卖了 进入服侍 然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 神对我们美人 都有一个独特的呼召 当电工走进工地的时候 他看不见整个蓝图 让我告诉你 他负责一个错综复杂的部分 就是给房子供电 神呼召我们都参与其中 奇妙的地方在于 圣经怎么形容这家神定制的房子呢 圣经说 万国都要来到这家 观看它 在新天新地 万国都要前来敬拜主 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够展示 自己所负责的那部分工程 可以想象吗 假设一个管子工负责了白宫 西乡办公室的工程 当有天他的儿子回家说 爸爸 我们会去参观白宫 你能想象他有多快乐吗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当其他孩子都去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他儿子的快乐吗 他爸爸负责白宫里的管子工作 若那是神定制的房子 那快乐将会更大 让我告诉你 有一天白宫会被拆掉 我的房子 你的房子 都会被拆掉 因为圣经说 全地都会经历火的捷径 神将要建立新天新地 那里的城和建筑 就是我们一直努力建造的 因此耶稣说 不要为那避坏的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劳力 我们很快可以向世人展示 特弗拉斯你可以说 看 这里就是我负责的部分 神的家其实就是一座城 但那是我负责建造的部分 你明白吗 你喜欢吗 让我们一起说 我们是分包商 建造神定制的家 下一刻见 这一刻以后 你大概会想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呼召呢 以下是你要做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任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里没有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偶尔寻找神 且信他赏赐那怀疑他的人 所以这就是你要做的 殷勤地带着信心寻求神 第二 诗篇九十二篇说 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当你剥下苹果树的种子 不会长出桃树来 当你在于本地教会中 你就会按神所命定的发望 第三 不要被关系 安全感或金钱所缠累 这些会挚爱神 创造你去完成的使命 让我鼓励你 殷勤地寻求神 确保自己被栽种 并在本地教会中服侍 观看你的生命发望 成为你被创造设计的样式 欢迎来到第六课 这么快就到最后一课了 我想一直继续讲 你也同意吧 我想以一段很棒的经文开始 对于信徒 我们会按哪两个准则受审判 第一我们在建立神国的参与度 第二我们建立个人生命的方式 或参与度 我来让你看这两个方面 真的很奇妙 撒种的和浇水的 保着相同的目的 一起工作 你喜欢跟别人同工吗 我很喜欢 三十多年前 当我开始服侍时 那是还没有跟别人同工的概念 现在我们有了 我也喜欢成为团队的一份子 我爱我们事工的每个人 我爱为我们事工祷告 奉献的每个人 撒种的和浇水的 抱着相同的目的 一起工作 将来都会因各自的辛劳 得到奖赏 神这句话很奇妙 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是如何做工的 罗马书十二章六节说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 我很喜欢这经文 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 这些不同的恩赐 帮助我们去完成 神给我们的呼召 为要完成神定制的家 我能够有幸去建造神的房子 我还记得那些坟包商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很诧异 当那些木工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做楼梯扶手 和其他的木工 我不禁惊叹 哇 在圣灵里也是同样 神赐我们不同的恩赐 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 就可以建造他定制的房子 你知道吗 全世界最可怜的人 我想我应该这么说 教会里最可怜的人 就是尝试 以别人的恩赐来服侍的人 教会里最快乐的人 就是尝试 以自己一种或多种恩赐 来服侍的人 对吗 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 这话的关键词是恩典和恩赐 恩典的原文是卡尔斯 许多教会都把恩典 看作罪得赦免 救恩里一份白白的礼物 这是百分百正确的 但卡尔斯也可解释为 神所赐的能力 使我们能做到那些 靠己力无法做到的 要记得保罗说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保罗说 恩典使他能比其他使徒 做得更多 结出更多果子 第二个词是恩赐 如果在希腊文的 卡尔斯后面加上MA 会是什么呢 卡尔斯嘛 就是神特别放在 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的礼物 使我们能成就 我们被造势所要成就的 我的其中一个恩赐是写作 坦白说在神对我说话前 我并不是写作的材料 有多少人知道 那就是神恩惠的道 保罗说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 神和他恩惠的道 1991年神对我说 我儿我想你去写一本书 我在高中最差的科目 就是英文科 创意写作就更是不济 我在学术能力测验里 只拿了370分 我只碰过一个人的英文测验分数 是比我还要低的 但神却叫我写作 靠着恩赐 卡尔斯嘛 我就有能力去做 现在我已写了19本书 翻译成超过73种语言 印刷近1000万册 分发到世界各地去 坦白说 我是得了写作的恩赐 其中一个我所没有的恩赐 就是唱歌 每当我唱歌 我的家人就会咆哮尖叫 向我丢东西 我儿子在笑了 另一个恩赐就是跳舞 每次我跳舞 家人都会取笑我 他们说我没有节奏感 那不是我所得的恩赐 因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用来干什么 用来建造定制房子 对吗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饰 这里用的是希腊文 Christmas 他没有说 每个牧师 每个传道人 每个使徒 而是说每个人 如果你重生得救 被圣灵充满 你就有一个或多个恩赐 是哪些恩赐呢 就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是你靠自己做不到的 目的是建造他永恒的房子 哈 哈利路亚 经文说 彼此服饰 不要把它搁在一旁 神不喜欢你浪费恩赐 恐惧会令你不敢运用恩赐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饰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另外一个关键词 管家会去管理属于别人的东西 神所赐的恩赐 不是你的能力 是他的能力 但他让你做管家 假设我把锯子借给你 那是我的 我说我要离开六个月 你可以随意使用 你可以来到我的花园 砍掉所有树 令它们看起来 全是光秃秃的树干 奇丑无比 当我回来时 你就要向我交代 你也可以说 我要去修剪它的树木 把无用的枝架除去 当我回来时就会说 哇 但我希望你明白 即使那是我的句子 你也可以随意用 让我告诉你 有些人得到讲话 唱歌的恩赐 有人被呼召带领 百万人进入神的同在 但他们却用在商业上 为自己建立粉丝团 白白浪费了 当你选择如何使用恩赐的时候 要记得这一点 你要建立神国 还是自己的生命 你要为永恒 还是为短暂而劳碌建造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百般就是许多层面的意思 教会里有许多恩赐 当我到各地分享时 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 就是看见许多人 有着奇妙的恩赐 真的很奇妙 如果你去观看全局的话 你会为神赐给人的恩赐 惊讶不已 我还记得和丽莎结婚后 我的第一次讲道 丽莎坐在第一排 你知道吗 我讲道五分钟 她已呼呼大睡了 旁边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也睡得很香 我甚至看见她的口水流了出来 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不太擅长讲话 但神却对我说 我要你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 做一个年轻人牧者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分享的时候 所有人都疯狂了 我太太却坐在那边说 别让我们尴尬 别让我们尴尬 我讲完后 所有人都站立 尖叫呼喊 然后我把话筒交给牧师 坐在丽莎旁边 全身颤抖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谁刚刚占据了我丈夫的身体 神赐我恩赐 让我能做到我所呼召去完成的 你明白吗 现在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这话不是很奇妙吗 神说我把这些恩赐给你 但有一个要求 是要忠心 一起说忠心 我和全美国的领袖团队都做过 让我们单把忠心这词语 放在这里 我通常会说 给我一些忠心的定义 现在为了节省时间 我有一些队员在 他们都知道答案 我收集到的大部分答案 就是这些 坚定 可靠 忠诚 可信赖 委身 真诚 这是我在教导 全美国的领袖团队时 所收到的主流答案 但其中有一个定义 是我一次都没听过的 就是倍增 让我提醒你 那个他连德和银子的比喻 有个主人 把五他连德 两个他连德 一个他连德 分别给了他的管家们 我相信那些 并不是金钱 而是恩赐 他去了远行 然后回来 记得那个有五他连德的 做了什么吗 他去做工 而且倍增 那管家回来时 把十个他连德 交还给主人 有两个他连德的 也把所得的倍增了 交还四个他连德 你知道吗 这两个人的赏赐 是一模一样的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耶稣只把忠心 和一件事情挂钩了 比喻里 再没有提别的事情 他没有说 那人是可靠的 信得过的 他只说那人倍增了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有五倍增到十 和又二倍增到四的 那两个人 都得到了相同的赞赏 你明白吗 但有一个人 却把那一个 他连德恩赐 埋在地下 主人来找他 他就说 我害怕 恐惧会令你 不去运用恩赐 我吓到了 我害怕 他并不认识 他主人的性情 他说 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 神并不忍心 别开玩笑了 他是鼓励我们的天赋 他总是说 去吧 去吧 我是帮助你的 不是抵挡你的 我是帮助你的 你会做得很好 他是你遇过最乐观的 你明白吗 对 所以主人看着这个人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夺过他这一个来 给那有十个的 你明白吗 那本来有五个的 后来有了十个 最后得了十一个 而这人却什么都没有 一天我祷告时候 神对我说 你有发现吗 我的思想并不是社会主义的 而是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神会均分 给每人三个 中心的两个 最后会有六个 懒惰的就保留三个 然后从有六个的两人手上 各拿一个 再交给这个人 好让最后所有人都有五个 神不是社会主义的 他的思想方式是资本主义的 我讲得真好 阿们 他赐我们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他不只是说要生孩子 而是说 凡我所给你的 都要被增再拿回给我 孩子建造我的房子 明白吗 我会在过程里 带领引导你 我们如何被增呢 其中一个被增的方法 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去诗语 一起说诗语 来听耶稣的话 你们要善用世上的资源 使他人受益 从而结交朋友 这样 当地上的财富消失时 他们就会接你们到永恒的家 换句话说 神在说 运用你在世上的资源 把它们转换为国度之用 因为当你把世上的资源 投放在神国里 你就让你的资源 能存留到永远 看看哥林多后书 九章九节 他施舍钱财 周极贫穷 那不只是财务上的贫穷 更是那些渴慕神的人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换句话说 通过把财富投放在神国里 祝福别人的生命 他所做的就能存留到永远 让我们看看典型的生意人 他们努力工作 赚钱 他们说 我会留住这些财富 造福我的子孙 祝福我的妻子 我告诉你一个真人真事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是吗 在外面就有了 我们其中一个伙伴 知道我在洛杉矶讲道 就说 约翰 这里很近高球场 想去玩玩吗 我说 哦 当然好 所以我就去了打球 那真是美好的一天 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分数 但那天真的很美好 打了四个洞以后 我比标准高三干 最终得了七十分 如果你懂高球 你就明白了 我们正在开车回酒店 然后他说 约翰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他说 我快要五十岁了 他的意思是 我已经竭尽所能了 我的公司总值九百万 我照顾妻子 又照顾儿女 为什么我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还要竭力去把我的公司 增长到三千五百万 那是个好问题 让我这么回答吧 如果我对你说 我已经写够书了 我照顾了妻儿 我五十多岁了 为什么还要竭尽所能 再多写一些书 继续到各地讲道 他看着我说 那太差劲了 当你在耶稣面前的时候 我不想跟你站在一起 我说 你刚刚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关键是 你与自己的呼召脱钩了 你认为我的呼召 是神的直接呼召 但却看不见自己的 你没有发现 神将你安排在职场 不单是要你在那里 像灯一样发光发亮 而是要得更多资源 好让我们能继续传扬福音 他愣住了 我六个月后打电话给他 他叫使哥 我说使哥你好吗 他说过去六个月 我都被你说的话抓住了 我问那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正在节力 把公司增长到三千五百万 因为我想投放更多资源 在神国里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每个人都被呼召去建造神定制的家 我在这本书里说过 食鱼是很重大的通工方式 保罗曾说 当你奉献支持一个事工 你就成为伙伴了 我们事工的所有伙伴 每一个都帮助我们 接触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灵魂 奖赏都会归到他们的头上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大卫说 上战场的和看守装备的 都要同享战利品 你已成为团队的一份子 我看着坐在这里的团队成员 其中一些人 已经是多年奉献的伙伴 因着我和丽莎 还有施工接触的每一个灵魂 你们都会得着赏赐 那记载菲利比书四章 我们下一次再看 你可以在书里读到 第二个被赠的方式 就是服侍 一起说服侍 这教会的其中一个执事 是前州长 赫卡比 我想告诉你 赫卡比在停车场里的服侍 你听到吗 他在指挥停车场的交通 因为他发现自己被呼召去服侍 我开始上教会的时候 他在饭堂里工作 所以他从饭堂到停车场服侍 别误会了 他也被呼召进入美国政坛 但他发现自己也被呼召在教会里服侍 我也被呼召去服侍 所以他一方面在全国成名 但也明白服侍的重要性 你明白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你明白吗 我完全相信 像我之前所说 那些以传道为服侍的人 要因所接触的每一个灵魂 而得奖赏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今天一位伟大的传道人 他是以欧罗·罗伯斯的方式服侍的 当时他就是在办那些 很大型的聚会 他刚好就在那个团队里服侍 一天晚上 他站在布幕后 心想 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站起来向这些人讲道 然后圣灵对他说 如果你现在出去对这些人讲道 你不会因为任何一个灵魂而得奖赏 但因为你做了我所吩咐的 站在这里 做你在团队里的工作 今天我所赢得的每一个灵魂 你都能得到永恒的赏赐 服侍就是如此的重要 你明白吗 我们作为教会 服侍真的很重要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看看使徒彼得 他总是在讲道 使徒们就是在做 使徒行传中头五章的工作 你知道之后发生什么事吗 有些信徒开始说 我们也应该讲道 因为经上说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 抵不住的教训人 在下一章 第六章 他们开始委派人去照顾寡妇们的饭食 其中一个是菲利 另一个是斯提反 圣经怎么记载呢 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 委派他们去照顾寡妇们的饭食 因为使徒说 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 圣经说 在耶路撒冷 门徒数目加增的神多 让我告诉你 如果我每个月可以为主赢得一万人 而我持续地做 我要五万年 才能赢得世上的所有人 前提是那五万年里没有人死 也没有人出生 但如果你有两个人 他们又去赢得两个人 就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又各自去再赢得两个人 要是持续不断的话 那就只需要三点六年 第一个叫增加 第二个是大倍增 当我们进入服饰岗位 就会如此 我相信神刻意把那部分 放进使徒行转 好让我们看见服饰的岗位 是何等重要 没有人看见你 事实上圣经说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它加上体面 为什么要以分享信息的特别尊贵呢 为什么 为什么要以为站在台上的特别尊贵呢 那是被看见的部分 神说 不俱美的 越发得者俱美 我们的心思真的要被更新 第三个倍增的方式是祷告 我们的事工有很多祷告伙伴 让我来告诉你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当看着我们的团队说 我要去某处 我需要你祷告 你不会知道 因为这些队员知道 祷告为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安慰和平安 当有人来跟我说 我每天都为你祷告时 我会非常高兴 有时候那是表面的 但有时我会响应说 我相信你 他们是我生命中最宝贵 最珍惜的人之一 让我告诉你 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财富 但如果没有祷告 就不再重要了 我们时间不够了 但我最后想要告诉你的 就是如何建立个别的生命 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在成长吗 你在逐立成长吗 当你与一些比你有智慧的人同行 你就会成长 当你与神同行 你就会成长 你会变得成熟 变得有智慧 我想大卫就是这样的人 想想大卫 他住在山洞和旷野里 后来神把人带来给他 而那些是不满的 欠债的 被冒犯的人 那就是神带来给大卫的人 但奇妙之处在哪里呢 他影响了他们 他们没有影响他 而且成为整个世代里最伟大的人 因为他们与智者同住 可以想象那些与耶稣同行的人吗 当我们与他的灵同行 我们变得有智慧 当一个人与耶稣同行 他就变得更属神 你很容易能认出他 他们更是谦卑 更有意向 更有热情 他们是否失去火热的心 如果他们不再火热 就不是与耶稣同行了 那是每天的功课 花时间在他的同在里 就是建立你自己 我们对其他人的影响呢 我们对其他生命的影响 会让我们得赏赐 或受亏损 那不单是我们的事工 也关乎我们的生活 我们如何活在他人眼前 如何对待他人 我们对别人的看法 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他们 或是造就 或是拆毁 如果我们轻看别人 就会轻待他们 如果我们轻看他们的需要 就会出言贬倪 如果我们重视生命 就会带着怜悯的心 去建立和强化他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看别人为资源 特别当我们把自己的渴求 需要和欲望 凌驾于他们的价值之上时 就会利用他们 但如果我们看别人 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 是极其宝贵的话 即使自己可能要白白付出 我们也会去祝福他们 我们如何对待餐厅里的服务员 我们如何对待杂货店店员 我们如何对待事工里的同工 这不单是指做带领的 如何对待同工 而是指同工之间的相处 我们有好好对待他们吗 做带领的不在世 我们有善待他们吗 我们如何对待妻子 如何对待儿女 这一切对神来说 都非常非常重要 有个女士写了一本书 叫《我对天堂之梦想》 她的名字叫斯普林加 她生于19世纪 这本书是最多基督徒 读过的书之一 她的姐夫 带她去了天堂一趟 我很喜欢这书 因为它让我看见地上的关系 会在天堂里被深化 在那里我们不会彼此不认识 我们都彼此认识 我们还会有家人 而且彼此的关系会更紧密 我很喜欢这书 这意味着爱德森 奥斯丁 亚历山大和亚顿 都会非常亲密 我也会与你们非常亲密 令我兴奋的是 因为我到各地去 所以我在天堂 会有很多好朋友 无论如何 她说 她的姐夫在这本书里说 如果我们在会朽坏时发现 自己每天都在为永恒而建造时 我们的生命将会有多大的不同 每句温柔的话 慷慨的点子 和无私的行动 都会成为未来中永恒的美丽 我想起我的朋友迈克 我在洛克威尔国际认识他 我当时是个工程师 他是其中一个会计师 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迈克也兼职报税 他以前会免费帮我处理报税 我们变得很要好 一天他离开了洛克威尔 我也开始全职服饰 他开了自己的会计公司 我曾听说过 他的公司有过一万二千名客户 我打给迈克 我说 你向多少客户传了福音 哦 约翰 大概九成吧 你的意思是 你向超过一万名客户 分享了神的话语 他说绝对有 我说你知道吗 许多牧师都做不到 我说你带了多少人信主 他说数以百计 在电话里他对我说 上星期一个古巴男人进来 他的癌症完全得了医治 他的医生确定他好了 我们之前在处理税务的时候 就为这祷告 迈克常常向我提起一个叫查理的人 这人对他生命有最大的影响 因此我打给迈克 说迈克 迈克你常谈到查理 迈克的女儿甚至写了一篇文章叫 我曾遇到最伟大的人 查理 我说迈克请告诉我关于查理的事 然后他开始在电话里抽气 他真的哭了起来 他说约翰 我有九个叔叔阿姨 其中六个都进了精神病院 我妈妈最后也进了精神病院 我两个爷爷都被人枪杀 他说这就是我的命运 但他说我妈妈养不起我 因为我家有太多问题 所以把我带去职场的一个 清洁工家庭那里 那人名叫查理 查理在七年里教导迈克 认识耶稣 每个星期天都带他去教会 一直以神的方式教导他 他后来成为这家职场的 一个信主的小小清洁工 迈克在电话上哭着对我说 我本来也可能进了精神病院 可能被枪杀 但因为神通过查理所做的 看看我的人生 我开始想等一下 查理影响了迈克 迈克用神的话语 影响了一万个客户 然后迈克也影响了我 神容许我接触了多少百万个生命呢 现在你明白那职场的清洁工查理 影响了多少人吗 因此个人影响力是很重要的 我会用一个真人真实做结 我想谈谈两个人 第一个叫马克思尤克 有多少人听说过他 除非你读过被永恒策动 否则你大概不可能听过 第二个叫乔纳森·埃德华兹 多少人听说过乔纳森·埃德华兹 他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传导人之一 马克思尤克是个无神论者 过着没有神的生活 他娶了一个不尽钱的女孩 他们的后代中 310人在贫穷中死去 150人成为罪犯 7人是谋杀犯 100人是酒鬼 超过一半女性都是妓女 他的540个后代 用了州政府125万 你要知道 那在当年是一笔巨款 但赞美神 人都是有好有坏的 有一位伟大的属神的美国人 叫乔纳森·埃德华兹 他与马克思尤克活在同时代 但他娶了一个尽钱的女生 有人调查了乔纳森·埃德华兹的 1394个已知的后代 13个是大学校长 65个是大学教授 3个是美国参议员 30个是法官 100个是传道人及宣教士 60个是著名作家 一个是美国副总统 80个担任了公务 295人从大学毕业 其中包括州长和外交官 他的后代没有浪费政府 一分一毫 你明白个人影响力的重要吗 我们对别人的最大影响力 就是带领他们认识耶稣 如果我们读真言 11章30节 他说 不妥协的公义能结出生命树为果子 有智慧的人能为神得人 作为得人的渔夫 他为永恒而招聚并接待他们 让我告诉你 我们都有机会建造神定制的房子 或是直接服侍 或是通过我们去影响别人 我想我们都有莫大的机会 你做了明智的决定 就是听完了这几课教导 又读了这本书 也应该能叫自己与圣灵对齐 去建造神定制的房子 那些你为神所做的异行 靠着圣灵的能力做成的 都将存留之道永永远远 让我们一同享受建造神国 神祝福你 在最后一刻 我们希望强调的是 第一 你被呼召要在今生带来改变 神给你恩赐 你可以决定以任何方式 运用这些恩赐 可以用来建立神国 或建立自己的生活 一个能为你带来永恒的奖赏 另一个会被焚毁 关于你的个人影响力 要记得每个人都是宝贵的 你可以试着对人友善 那会存留几个星期 你要从心里重视男女 小孩 并且为他们祷告 你要做的就是祷告神 让你像他一样重视人 记得 他为这些人死了 求神让你可以像他一样 从心里重视 尊重别人 我想为你祷告 来总结这次教导 天父 我奉耶稣的名 为正在观看的弟兄姊妹 感谢你 天父 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 主啊 求你让他们的生命被建立 稳固地建立在神永恒的话语上 主啊 求你赐他们能力去顺服你 父啊 愿你纪念你的盟约和应许 在我们中间做工 让我们渴慕 并行你所喜悦的事 求你如此成就在我的弟兄姊妹身上 让他们能得到完整的赏赐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要得着顺服的能力 宣告要有目标 宣告在你心中燃起对神的爱和敬畏 我求永生神的同在 现在临到你 正如永生神的灵 使耶稣有能力完成 命定一样 求神赐你能力 完成在地上的命定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很爱你们 非常荣幸能和你分享 被永恒策动这课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